凤凤老师当然可以 马上 买书 还是买书吧 把这个拍起来 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能用 第一个 他把科普做得非常的好懂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图籍 和很多的拆分 第二个呢 他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的原理 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第三点就在于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可以拿他作为一套 很好的科学启蒙 就在这个地方 对的 大家可以先喜欢 按照自己喜欢的类目去拍一拍 我是给我妹妹先买了物理 我妈买的物理 然后后面上个月 还是上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上了生物和化学 然后我就给我妹妹也都拍了 五年级的小丫头 读一读这个 对于她来说 可能甚至是一种消遣 为什么呀 因为她有很多图片 你也不会觉得她特别的难 你不会觉得特别的不好玩 之前是一个什么 之前是一个英语老师 然后现在给大家讲物理 是不是挺美好的 挺美好的 因为我们在英语的教学中 有一种教学叫CLEO教学 就是用英语这个语言 去学其他的学科 CLEO和TBLT都在这个地方 来来来 大家可以把这个书去拍起来 这一套书就在这个地方 期待粉红闪亮 你来吧 甭管到不来 快来快来快来 到点了 快来到点了 欢迎我们的粉红 大家晚上好 快来快来快来 好高啊这个地方 这这是显得您枪滑着 是吧 是的 大家晚上好 一个2米3 6米676的 现在 же 现在大家看看 粉红是在这个 跪着把腿折成了三折 然后再给我们剥呢 是的 没错 我给你第一瓶呗 不敢当不敢当 肯定是女孩子喝的 这肯定是小韩喝的 上面还有口红的印 我的水 谢谢 大家晚上好 这是我从大号拿的杯子 哎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晚上好啊 可以吧可以吧 声音OK 可以可以的来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还得坐着讲是吧 大家好 大家好 往那边 哎呦这么沉 好好好 身体身体一直挺好的 可棒了可棒了 一口气爬六层楼不费劲 好啦大家晚上好啊 那么先福利品吗 先福利品 OK 就是四毛钱到五毛钱左右 哦这能切进去 太神奇了 所以这个笔还是很便宜的话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来拍一拍可以来用一用啊 然后呢 它里边还送十二个笔心 我个人觉得呢 我们生活当中用笔的场景 肯定是特别多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经常比如我们这个笔 放着放着啊 就被人借走了 说是借其实可能再也不还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经常说 哎借我张餐巾值 你还过吗 你还过吗 那很少还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笔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再一方面 这个笔有一点特别好的在于哪呢 就是它上面都是星座 那我们比如生活当中遇到人了 那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 社交上有一些问题不好破冰 你可以问一下 您什么星座 他说蛇腹座 好没有这个笔 好那走了 不认识你了 那如果要是有这个星座的话 哎呀我们就可以给人家送一支笔 那您什么座的 好天蝎座是吧 好那给你个巨蟹的 我们就可以就这星座去聊一聊 那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传统文化 可以聊一聊希腊神话 可以聊一聊任何人的东西 可以增加我们的这种话题度 可以让我们跟一个陌生人破冰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人 都是社交恐惧症 大家能看出来吧 像我这种不践谈的人 其实就是有非常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那这支笔呢 也打开了我的心扉 我们的星座笔给大家说到这儿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洞洞笔 这种笔呢 是更适合小朋友们来用 如果咱们家里边有小宝贝们 他们现在正在这个上小学 上这个幼儿园 可以通过这种笔来矫正一下 校正一下他们的握笔的姿势 你看上面这个是带着凹槽的 这个凹槽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手 垫在里面 你看比如我们老写字 你看我的这儿就是厚厚的 这种像简子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小朋友们小时候得把这个姿势呢 掌握好 这样的话将来长大以后呢 它会走得更远一点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星座笔 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动动笔呢也大家可以随便拍啊 一句挺一番句有吗 刚才有人问了两遍 应该是有的啊 但我们现在样品未必有啊 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咱们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书呢 是神奇的逻辑思维 这本书呢 它好在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我简直这个智力就可以不要了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智力 所以我对这本书的感触就是 认识的实在是太晚了 然后如果早一点接触到这种书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 就未必去走这个文化文科 或者是艺术这个领域了哈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它里边呢 是这种培养孩子们逻辑思维的 不要小看逻辑思维啊 其实特别的重要 你像我们为什么对孩子来说啊 成年人对于孩子来说 就会特别的能够降维打击他 就是因为孩子们 没有特别强的逻辑思维 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或者说一些这种分析能力 是很弱很弱的 而这个书籍呢 其实就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啊 去锻炼这样的思维 甚至这里面的题 对于大人来说啊 都是很困难的 来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就从最简单的这个地方来看啊 来来来 马上切个进井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衣服哈 小亚呢 在穿衣服的时候看到镜子当中 那个衣服就反过来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场景 对不对 其实这也可以解释一个事哈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 自拍就觉得自己长得特帅特漂亮 一旦看照片就觉得 这不是我 我长得很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照片当中看到的 才是别人看到的我们 而我们对着镜子当中看到的自己 其实是什么呢 是反向的 这个大家能理解 我们最熟悉的自己的那个长相 其实是外人不熟悉的 因为人家是正式看到我们 而我们是看到是反向的 所以这其实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照片不好看 的原因之一啊 那么 你看哈 这个人穿完衣服之后 那么就反过来了 那我们往下来看 请问以下ABCD四个选项当中 那么透过镜子来看 那完全一样的应该是哪一件 大家把答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上 来来来大家把评论区打起来 来给大家这个40分钟的时间啊 40分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打开这个这个这个镜子以后啊 你看哪个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些很简单对不对 想了半天发现其实D选项啊 就是正确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完全对称的嘛 而其他的都有这个歪了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这个题其实是一个反向的选项 我们如果是拿这个作为例子的话 那么就是正着看反着看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题干本身它其实是一个 哎在这个偏一方的这个角度 所以你照镜子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嘛 而D选项就是我们可以开启孩子们的一个视角啊 一个思维的模式 哎呀这书皮好麻烦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后面给你带这个分析 那么A为什么不对 B C D ABC为什么不对 D为什么对 因为它是完全一样的 来让我们再升级一点哈 做这个第二题 最右边的是谁 来我们看哈 小爱加奈和莎莎三个人排成一排仰望天空 由左到右这样的一个排在天空 然后这里面有加奈跟这个小爱的两句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小爱说什么呢 说加奈不在我旁边 加奈在这儿 加奈说什么呢 我的右边是莎莎哦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莎莎跟加奈 还有小爱他们三个的顺序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上 大家打出来的这个顺序啊 就是他们三个人站的这个顺序好不好 来小爱说什么哈 小爱说加奈不在我旁边 注意是不在我旁边 那加奈说的是我的旁边是莎莎 来吧 其实这个就很像孩子们在小学生的时候做的什么 就是应用题嘛 当年我就对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 都快哭了 真的不会 对吧 什么这个鸡有多少只脚 鸭子有多少只脚 哎呀天哪 疯了 来吧 大家可以来坐一下哈 再念一遍哈 小爱说的是加奈不在我的旁边 然后呢 加奈说的是我的旁边是莎莎 所以应该怎么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列 哎 哎 这答案好乱啊 看看啊 是不是有点回到那个童年时代那种感觉了 对不对哈 这个非常好啊 家长真的 你发现了吗 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吧 我们自己都未必能一下做对 或者说特别特别清晰的 然后把这个 关系 思维 捋明白 对不对 来我们翻过来啊 看他这个 讲解哈 来 验证一 我们来考虑一下小爱给我们的提示哈 小爱说的是 加奈不在我的旁边 那么根据已知条件进行推导思考 这属于渐进式的思维 那么 也就是有人 也就是说小爱跟加奈之间有人 看啊 加奈不在我旁边 而他们是三个人嘛 也就是说小爱跟加奈之间肯定是有一个人的 那么 站在二人之间的就应该是谁了 应该是 沙沙了 那么 由左到右 中间的这个应该就是 沙沙 因为毕竟 刚才我们说过哈 你看 加奈有一句话是什么 加奈有一句话说的是 我的右边是沙沙 而小爱说的是 加奈又不在我身边 所以他俩之间肯定是有人的 对不对 因为结果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三个人嘛 那好 我们来看验证二 再考虑一下加奈给我们的提示 我的右边是沙沙 也就是说和沙沙的左边是加奈是一个意思 来大家把这句话哈慢慢的想哈 我的右边是沙沙 换一种说法就是什么 沙沙的左边是加奈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一个辩证啊 的这样的思维 然后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加奈跟沙沙的这句话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的位置给他算出来 那么再带回到第一个我们的这个 呃 验证当中 你看最终的结果哈 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人排队的顺序就这样 左边开始是加奈 然后是沙沙 然后是小爱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所以最右边的应该就是小爱了 很厉害吧 所以这个书啊 大概从二年级开始的孩子们就可以去玩了 它里面呢是分这种基础篇和进阶篇的哈 你看啊 先有入门篇 入门 然后基础篇 再往后呢是应用篇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些这个非常呃 著名的哈 这些数学上面的啊 一些难题 所以这本书呢推荐给每一位啊 真的可以去玩了吧 这两天我就被这本书虐得够呛 嗯 然后前天啊 我听说这个萧萧啊 找了里面一个基础篇的题 那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啊 不方便透露它的名字哈 那就是好像图书号一个主播啊 所以这个书很有意思 那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陪着孩子们玩 自己玩也很好 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像很多时候玩桌游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它其实也是类似于一种桌游 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 增加我们的逻辑思辨的能力 比如说今天 咱们虽然只练了两个小小的题 那么我们通过第二道题 这书没了 我们给大家争取点库存吧 稍等马上 呃 争取库存啊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那个 说哪了 这里是由于明洪老师带队 新东方老师转型 对 说哪来的 对 我们通过第二道题 如果今天能够知道 比如说佳奈的身边是莎莎 对吧 那我们就反过来 莎莎的旁边是佳奈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没白听刚才这五分钟 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小朋友的话 我们可以告诉他 下一次 爸爸的旁边是你 那你的旁边就是爸爸 对不对 爸爸的左边是小朋友 那小朋友的右边是不是就是爸爸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变证思维 成年人也需要用的 对吧 换位思考 好哈 来 下一个书呢 我们是来讲这个 历史 来 这本书呢 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话 就建议大家闭眼去拍了 如果今年只让我去介绍一套 历史方面入门的书籍 那我毫无疑问啊 毫不犹豫的会介绍这套书 藏在地图里的中国历史 那么这本书呢上下两册哈 是从这个原始社会 夏生州一直讲到清朝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时间跨度 是非常之长的 我们就算把原始社会那一段 那个毕竟几百万年前哈 那么我们就从那个夏生州 开始往现在算的话 算到清朝也是四千多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本书的可读性是非常之长的 那么非常之大的 你去打开它以后 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这个页 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里面呢 有特别丰富的这种绘画 你看比如说啊 给你讲宋朝的清明上河图的时候 它真的就这么一页 可以给你打开一个长长的清明上河图 所以这本书的可读性呢非常之强 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哈 可以去拍一拍 作为不论您什么年龄段 想做历史入门的 这本书必拍 这是我今年大概在两个多月以前哈 买全网买不着一本脱销的书 但是到现在我们这还有库存啊 这个是很厉害的 我买的都是二手的 在这个某个网站上买的二手的书 所以就特别破一点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很适合家里面陪着小朋友 或者您自己想作为历史入门 想了解中国古代历史 那么这本书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咱们还是随便翻页给大家来讲一讲 正好翻到这一页了 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西天取经的事哈 唐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哈 他不是玄庄法师他是谁呀 他是玄奘法师啊 那么这个呃在西游记里面 我们管他叫什么 大家可以把那个名字啊 三个字的那个 简单叫叫唐僧对不对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叫法 管他叫什么 大家可以把这个名字啊 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上 会管他叫唐三藏 对吧 这个三藏 其实就是佛教的经律略这三藏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而这个佛教咱们不能说太细致哈 因为这个平台有规定 就是它分禅宗和律宗 那么影响我们中原地区 按说就现在影响中国更大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禅宗 那我们中国古代啊 为什么没有这个宗教 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这个其实很早以前我解释过 就是我们是用祖先崇拜 代替了这个信仰的这个加持 一般就是你西方的这边的观点就是 必须是宗教才等于信仰 但这个事本身就值得画一个问号 谁说信仰必须是宗教呢 对不对 这谁规定的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中国古代有祖先崇拜 所以我们用这种敬祖尊敬 英雄人物传统人物 对祖先崇拜 用这个来取代了所谓的宗教 然后成为我们的信仰 这个并不冲突 对吧 我觉得这两个路都是通的 你说你宗教好没有问题 我们觉得祖先崇拜也说得通 都很好 但是呢 在这个当时 由于这个很多平民 毕竟需要管理他们 需要很多思想的这种帮助和介入 所以在当时呢 唐朝时期有很多皇帝 包括这个个人组织的这种行为 他们是有崇佛的 有宁佛的 然后还有灭佛的 这个不能细说 反正在唐朝历史上 每个皇帝不一样 统治者的时候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唐僧就是唐三藏 它是一个自发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 直接去这个天竺 不直接去 这个咱们有凹凸地图 大家可以去拍 您买一个凹凸地图 一看你就明白了 唐三藏为什么要兜这么一大圈去 它根本就去不了 凹凸地图还有吗 凹凸地图 有吗 咱们没有 样品没带 但是链接可以谈 大家一定要学这个历史 语文 然后政治经济 一定要有地理的这个知识 最近这几年我研究 看历史都少 我看地理 看这个天文是更多的 因为随着我自己的这个个人水平 越来越深入 就是你发现更多的东西 都是地理环境 气候来决定的 那么单纯的把这个历史认为 就是故事就是事儿 浮浅了 流于表象了 孩子气了 一定要看地理 看气候 看这种地理影响出来的经济模式 这些才是更深处的这些背景和内涵呢 所以根据这个地理的原因啊 唐三藏根本就不可能直接过去 那是世界的屋脊 它怎么可能过得去呢 今天咱都过不去 当年给咱们运物资 还有驼峰航线呢 对不对 其他飞机都飞不来 所以必须要绕一大圈 也就是因为绕了这一大圈 所以才有了这个 后来的这个吴承恩 当然吴承恩到底是不是西游记作者 只是学术界部分 共识 作为考试定成是他 但未必是他 这是真的 所以有了他 给了他这么一个契机 能够写出来的西游记 而玄奘法师 他自己真正的作品叫什么呢 叫做大唐西游记 西游记 不是西游记 是大唐西游记 他取回来的真经 咱们在那个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边 肯定是看过的 对吧 最后一集 他们在那个 取完真经之后 阿南嘉业把这个真经给他们了 还勒索他们 然后他们走了以后 这个如来佛让观音算一下 一算 九九八十一难 结果还差一难 那么最后说 没关系 一挥手 又给他们弄了一个难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大乌龟 通天河那只乌龟 把他们从那个 这个龟背上给甩到河里边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造成那个经书 湿了 他们在那个一个石头上 晒经石上去晒 大家一定看过这个场景 对不对 但是请一定记住 哈 这个根据现在的文献考证 和文物的考证 在唐朝时期是绝对没有这样翻的书的 那肯定没有 宋朝 到底南宋有 还是北宋有 还有争议 但我们可以粗犷点来说 粗放一点来说 宋朝肯定有这样的书了 现在咱们是交装 过去就是现装嘛 咱们看那个古装电视剧里经常见过吧 那蓝色封皮的 然后再给你贴一个那个书 是什么书 对不对 这种书至少宋朝才有 至少 至少唐朝肯定没有 所以那个电视剧里边 就是这一幕场景 演的是一个巨大的史实的错误 当然电视剧很好看 但是咱们就春风求疵一下 给大家补个小常识 那唐三藏到底取回了这什么真经呢 不能写是吧 那个小黑板呢 小黑板被 叫贝叶精 贝呢就是我们那个一个主播啊 叫小贝 他那个贝 贝壳的贝 叶呢就是树叶的叶 那个贝叶精啊 刚才上午还在呢 那个贝叶精呢 它就是用树叶来做成的一种纸 呃 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像纸 但它其实不是啊 它不是纸 它是树叶 只不过能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 1987年在陕西福丰县法门寺的这个地宫里边啊 就找到了这个贝叶精 但那个到底具体是不是唐三藏取回来的还有争议呢 那专家们还有这个争议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当个小常识了解一下 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唐僧 对吧 你看他经过的这个路 比如玉门关 敦煌 阳关 我们很小就学过古诗 西出阳关无故人 对吧 都是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地点啊 所以上下两册啊 特别的有可读性 我也承诺过啊 只要这书不脱销 哪怕卖的没有那么爆了 我依然会给大家来讲 随便翻开一页 就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可读性 你就比如一个石榴 我们在大号就可以讲半天 对吧 它的这个来历 它的寓意 它里边的这种口感吃法 包括葡萄啊 包括这种西域的大冤马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汉血宝马 那么展开一个地图 巨鹿之战 有没有巨鹿的朋友 巨鹿之战 那么这个巨鹿之战 就是灭秦的重要的一场战争 那么项羽在这场战争当中 把自己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然后 之后这个楚汉争霸这四年 是中国从秦到清 唯一的断开了 没有任何朝代的四年 叫楚汉争霸 因为秦是公元前207年灭亡的 当然也有说206的 我个人选择207 然后呢 公元前202年西汉才建立 当时建立就是汉 咱们后来定成西汉 所以你看中交有这么一段时间是什么的 是断开的 那四年多就是楚汉争霸的时期 那我们的什么象棋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那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圆头哈 楚和汉界 然后有没有笔对不对 笔在你的左手边 在我的左手边 在左 在左 好看到了 对啊 贝叶经 刚才已经有朋友打出来了哈 来这就是贝叶经啊 唐三藏取回来的不是那种纸质的现装书 以后大家再看那个年画 有一种叫官二爷夜读春秋 看看吧 很多那种年画哈 官二爷夜读春秋啊 这么读啊 这这这不可能啊 您那更早了 东汉末哪有这书啊 对不对啊 好了我们接下来讲哪个书 全景中国地理啊 哎呀这个书也是特别特别值得一说的哈 哎呀 来这个书呢 适合每一个中国家庭啊 都应该有一套这样的书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共鸣哈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们有没有旅游的时候觉得特别无聊 觉得旅游就是打卡 然后去玩了一趟之后发现 稍微有点见识 稍微懂了一点点知识 但是又记不住 但是可能又这个 觉得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惑的话 那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非常非常之好啊 这个书在直播间里面是畅销的 呃 榜单前几名的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是把我们的这个 祖国大地的每一个省份 自治区 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 再加上首都都给你介绍到了 比如首善之都的北京 京基门户的天津 京基之地的河北 三晋大地的山西 草原之上的内蒙 临海雪原的黑龙江 白山黑水的吉林 奉天宝地的辽宁 东方明珠的上海 画意山水的江苏 东方天堂的浙江等等等等 那么 你要知道哈 很多家长 那在这个 一看就是家长 因为说孩子多大了 然后想问写作的事情 呃有的时候没法回哈 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做这个K12了 希望大家能理解 但是你可以看到哈 比如成年人要不要提升自己的文采 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种能力 也需要啊 孩子们其实也需要 你看看千湖之省的湖北 芙蓉萧香的湖南 百月之地的广东 八贵之乡的广西 天涯海角的海南 山城雾都的重庆等等等等 你这不就是作文的所谓的素材吗 这不就是你日常当中看一眼 就可以积累下来的一些代名词吗 而且我们再把眼光放大一点 就这一个目录哈 我还没展开内容呢 就这一个目录 将来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成年人的职场生活当中 社会当中 你会不会遇到一个新的伙伴 新的人 新的一个什么什么人 闯进你的生活当中啊 你要不要跟他有聊的话题 那么当问了对方 您哪人呀 我是河北的 您哪人呀 我是山东的 您哪人呀 我是湖南的 哦 不错不错 然后呢 下一句是什么 还能说得下去吗 如果说不下去 就说明这就是我们的知识盲区 这就是我们一个作为成年人 都可以补充的一个点 所以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讲哪儿 今天讲哪儿 大家可以去拍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今天讲哪儿 嗯 随便挑一个哈 江泽户都讲过了 哎今天咱们编导阿姨是哪人 嗯 编导阿姨 河南人 河南 好 那我们就看河南 来 因为我之前老讲这个夏商周的东西啊 因为夏商周都在河南顶都过 有朋友骂我 说你呀 你就天天呀 你呀你呀 天天就老说你们这个家乡的事啊 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河南的啊 就是因为它是历史就老在这儿 就是发生了 这不赖我哈 它就是历史上故事很多 来河南 中原腹地河南 我们来看一下河南到底在哪里 它呢在这个全国占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偏东 黄河的中下游 周边于山西河北山东 安徽湖北陕西等地接壤 面积呢是17万平方千米 人口总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 何止是何止是现在呀 古代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 它真的是居天下之正中 还是把那个凹凸地图放在前面啊 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听东西 一定建议大家有一套凹凸地图 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国的 没有地图地理的概念 我们无论是学那些古诗词 还是那些特别著名的历史的典故 还是一些人文经济等等等等东西 你都会一知半解 因为你缺最关键的一环 我们缺根 你就记住一切的历史 人文经济 政治 艺术 这些全都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 全是这个地球带给我们的 而地球它是地理 这个学科要给你讲的东西 所以如果没有它的话 我们学很多东西都会很困难 来 那么 居天下之中 是国家的交通大动脉 这里还是小麦棉花 油料作物的主产地 其中棉花的产量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但是我要不得不说 这个棉花其实也是一个外来的 咱们中国传统的是草棉 它不适合做衣服 而木棉更适合做衣服 有一个特别老的电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 叫《木棉袈裟》 大家看过吗 那个电影里面 就是当时的六祖惠能传下来的这么一个袈裟 当时见到之后 我的天哪 就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我们用的这种棉 其实都是木棉 而不是中国传统那种草棉 那么当然它这个也是在不断的改良 然后 在这个下面有地理知识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寒谷关位于三门峡市 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军事关口之一 素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称 地势险要位于山谷之间 最窄的地方 不能容下两辆马车并驾行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就率先在这修宪了关口 楚怀王曾率六国兵马进攻秦国 结果被挡在了寒谷关外 说实话确实是 但是这个故事叫什么呢 叫合纵连横 当时几国合纵攻秦 这叫合纵 而秦国呢 破解他们的方式就叫连横 这就是纵横家们干的事 纵横家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 随便说几个 比如说公孙衍 张仪 苏秦 还有范居 这些人都属于纵横家 因为他们的这些干的事呢 就是阴谋诡诈 就是那些挑唆 所以不是太能上得了台面 这个在今天中国传统的人的认知当中 可能会有点这个觉得人品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主流的这个学科领域 是不讲这些人的 我们会讲其他的一些家 儒家 道家 墨家 法家都可以讲 但是一般纵横家 我们提的就很少 那么当年 合纵公秦 楚怀王作为这个纵约长 但实际上他自己本人是一个非常软糯的人 大家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就发生在楚怀王的身上 楚怀王呢 当时有一个美女 她叫郑秀 她叫郑秀 然后这个美女呢 她早年间跟楚怀王关系很好 但毕竟 好来年老色衰了 年龄稍微有点大了 其实也不大 就应该是20多岁 但是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算岁数大了 结果她就怕这个新来的美女夺了她的爱 她呢就跟这个美女说 说你知道大王为什么喜欢我吗 然后这个美女说 然后这个郑秀就跟那个女的说 说因为大王特别喜欢这个女的 咱们这些妃嫔妾什么的 在她面前做这个动作 说你就经常在大王面前做这个动作 大王就会喜欢你 拿秀子挡住自己 干这个 然后这个女孩就信以为真 以后在楚怀王面前就老干这个动作 然后呢 楚怀王当时就 你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这女的也不说 就不告诉你 就天天做这个动作 她以为大王喜欢呢 结果大王不喜欢 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嘛 所以有一天 郑秀在跟楚怀王聊天的时候 就说 这个 楚怀王呢说 其实新来的那个小妾 我很喜欢她 但是她老在我面前做这个动作 弄得我很 很是费解 然后这个郑秀说 哎呀大王 我不敢告诉您 怕您生气 你玩这种阴险吧 然后楚怀王说 你跟我说 然后 这个两种解释哈 就留下来两个传说哈 一种是说这个大王 哎 夜下不是很好闻 另外一种是说 她嘴里不是很好闻 所以她在我面前 她老干这个动作 后来呢 楚怀王一怒之下 就把那个女人的鼻子 给消去了 哎呦天哪 楚怀王是这么一个人 包括屈原 头江也是楚怀王 去这个秦国 当人质 结果被幽禁致死 而幽禁 楚怀王呢 那个秦王就是秦昭相王 也就是芈月的儿子 那么楚怀王当时他们合纵攻秦 按理说 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仇敌忾 一股劲儿想把秦国干掉 可不可以 绝对可以 哪怕韩古关 那又不是唯一的关口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呢 但是他们没有这种 呃 呃 都不想啊 把秦灭掉 然后他们自己不就开始打了吗 所以就亲也不齐 最后呢 被这个秦国 给这个逐个击溃 所以这个就叫连横 破掉了这个合纵 那么当时这个秦国啊 也毕竟知道 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打我打不过 所以15年不敢东出韩古 继续的沉浅发任 所以这就是 你看 这就是一小段 我们可以延展出这么多 往下还有龙门石窟 那么三门峡水库 私母后母无所谓 学科领域现在改成后母了 但你叫习惯私母 没关系啊 因为那个字 如果你真的去那个国博 你去看 那写的就是私 但是古代私根后 你发现了吧 这俩字就是对称的嘛 按当年的笔画来说 完全对称 现在看也是对称的 对不对 来 开封的悬河 黄河嘛 地上悬河 比那个开封铁塔高7米多 所以其实为什么历史上 想打这个开封 过去也叫大梁嘛 非常简单 因为这座城市 它一直受到这个黄河的这个威胁 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啊 然后再往下 我们来看河南安阳 这就是商朝的那个故都 殷那个地方 河南安阳的小屯村 也是甲骨文 斯姆乌顶出土的地方 往下还有鸽臂 这个新乡 新乡就是牛顿嘛 不就是牛顿嘛 对吧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不要老觉得 外国人的这个地名 就很很新奇 其实不是 不是的 再简单过一下哈 来中华文明的摇篮 河南天下之中 可以看一看大段文字 去给你宏观的介绍一下 这样的一个省份 然后 这个牡丹花卉 然后还有这个 斗鸡的习俗 河南戏曲的幻城 陈氏太极 殷虚的遗址 少林的武术 今天这个河南登峰 在古代也叫阳城 陈胜应该就是这儿的人 奇异那个 而这个夏朝的首都 传说中也是阳城 那么 再有中国的梁仓 河南的玉句 我爷爷就很喜欢听玉句 不知道为什么 一句不会唱 每周日晚上 锁定河南卫视 看那个黎元春 很神奇 一句不会唱 来 培里港文化 仰韶 古都的这个始祖 然后木野之战 这是灭伤的战争 魁秋会盟 齐桓公 著名的这个事件 东都洛阳 这个是东周的首都 就搬到洛阳 当时叫洛邑 然后呢 杯酒士兵权赵匡胤 北宋首都也是开封 然后呢 再有这个衍城之战 这是岳飞 岳飞 岳飞打的 然后还有这个河南的名人 老子 范黎 其实应该念范李 陶朱公嘛 当然后来去山东了 这个河山东的定陶 烈子 这个是写尾书的人 有时间给大家来讲他 张良 杜甫 韩非 商鞅 韩玉 李商尹 都是河南人 当然 当时河南的口音 跟现在肯定不一样 那叫古中原官话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然后璀璨的这个文化 培里港这个墨 那在今天我们都能够在 我忘了哪个博物馆里边了 镇馆之宝 一号国宝之一 然后呢 玉句 24节气 包括在山东 不是 包括在河南的古诗词 这个李白的 然后王维的 王安石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你看它里面包含了什么 历史 地理 民俗 艺术 语文 诗词 各种各样的东西 包罗万象 我们将来再去旅游的时候 这本书讲的不深 但是可以给你铺开一个广度 我们可以慢慢的 通过这个 你比如感兴趣玉句了 我就去查他的资料 我感兴趣培里港文化了 我去查他的资料 我有兴趣 刚是那个寒谷关了 我就去查 你会发现 又有一大片知识等待着你 当我们什么时候发现 你学东西的时候 越学越害怕 每当开启一片新的领域 就会发现 哇 又有这么多东西我不懂 说明上道了 说明上道了 来 下一个 我们来讲 如果历史是一群miel 现在是一到十册呢 之前断货了一段 现在又有了 大家可以去拍 现在就是第十一册已经有了 大家如果现在 没有买过这个历史是一群miel 您可以直接从一买到十一 我们这儿呢 有一个很大的福利 大家如果在别的地方买 应该是四十多块钱 但是在我们这儿呢 就是二十八 二十九 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 如果历史是一群miel 现在应该是已经讲到了 那个 宋金的那一块了 也就是所谓的南宋时期 对 第十一本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 第十一本 大家可以拍整套 小朋友们会非常喜欢看 然后如果您是成年人 我就想用一些比较轻松 挥泻幽默的方式来看历史 那这书也很适合 随便翻一页哈 南宋那边其实更不行 害怕 南宋真是害怕 这边一看就是金国人这种造型嘛 其实事实上也并非如此 发抖发抖 一听到金军打过来 南宋的守将就跑没了 朝廷那边也慌得不行 南宋在发抖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挡在亮猫面前的 除了那滔滔的江水外 还有一个喵 这个亮啊 一看就知道 完颜亮 金主完颜亮 海灵王完颜亮 他当过皇帝 但是后来宫廷政变被干掉了 他自己人员也不怎么样 所以被降为了王 不是以这个皇帝身份下葬的 他就是余允闻喵 余允闻 文官 一个文官 但是呢很会打仗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 如果只是这样的漫画 我肯定不给大家介绍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旁边哈 比如说 旭姿治通鉴卷135 这是历史的原文 再比如说这儿 《军事科学院》的著作 《中国军事通史》里面 给你讲 1161年10月底 金兵 全线推到了长江边 海灵王完颜亮 都则将士昼夜赶造战船 准备从阳林口渡江 你看 他是带着这个历史的证文 或者是一些这个官方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著名的名家 你像吕思勉先生的书 都从这儿摘出个片段 引在这个旁边 所以他其实特别适合这个 小孩做一个入门 他可能第一遍看 小孩可能在小学的时候看 就看这儿 但是没有关系啊 就跟我们给大家讲那个 漫画版《四大名著》是一样的 你先知道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 一步一步 你先知道唐完了是宋 唐完了是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完了是北宋 北宋完了是南宋 南宋之后是元 然后明清 你先知道这个 然后哪个朝代哪个皇帝 谁接着谁 大概哪个皇帝的时候有什么事 你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轴 这也是时间轴啊 所以你就能够将来就往里边填 填那些知识 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么这本书 我们可以给小朋友们去买 一到六年级 现在已经出到了这个第十一本了 非常的好 还没出完呢 慢慢来守候我们的直播间 给您去讲里边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海灵王完颜亮呢 他这事儿不能讲太多 因为这个人是比较可能会 直播间不太安全 咱们还可以讲一讲这个宏观上的一些事儿 南宋跟这个金当时的关系 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其实并不太陌生 一方面是岳飞 但它毕竟是这个南宋之初 我们更熟悉的是谁 而是这个 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说的名字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一个讲南宋历史的 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说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我们可以把它的名字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所以我个人对于南宋的历史的 这个早期的普及 都是从这本小说带给我的 不是水浒 水浒是北宋 宋徽宗嘛 那是北宋 怎么能是水浒呢 水浒是北宋 水浒是宋徽宗时期的事儿 宣和皇帝嘛 水浒传的原著 原本最早叫大宋宣和仪式 宣和就是宋徽宗啊 那是北宋 月的飞传能够给我们讲 这两宋之交和南宋初期的事儿 真正对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 才讲的是南宋中后期的事儿 所以其实大家看射雕英雄传里边 第一篇邱树基 他当时就是去这个临安城 为什么去的是临安 也就是杭州啊 因为是南宋啊 然后把那个奸相 其实不是奸相 一个外交官叫王道前给杀了 当时向金主去求和 两宋啊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耻辱的 宋朝在文化艺术领域 绝对没得挑 尤其北宋 尤其宋徽宗 但是在这个民族气节方面 然后在这个政治斗争方面 确实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 也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 咱们就是客观来说嘛 对吧 他的这个内部 从这个赵匡胤北宋开始 对武将就是极其的严苛 所以你看 水谷传其实从某个侧面 也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段 这个背景 你看那些上梁商的人 基本上都是会武功的 发现了吗 哪怕宋江 宋江可能连那个 祝家庄那个祝老太公都打不过 但是 你看宋江一出场 也是自幼好习枪棒 宋江还有徒弟呢 还有徒弟呢 这个毛头星和毒火星 孔明孔亮这俩兄弟 是宋江的徒弟 你还要跟宋江学武功的 你想想 那姓孔那兄弟俩得多差 对吧 有这种感觉 你上梁山的基本上都是会武的 发现了吗 历史上咱老说 那个林冲 八十万进军枪棒叫头 那算个啥呀 那是个七品官 还是从七品 那不是正的 是从 从七品 那把林冲害了的人是谁 是高球 对吧 正好世界杯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讲促居的事情 给大家科普一下 促居不是足球 这个 都说这个 这个宋江 不是都说这林冲 被那个高球给欺负 那很正常嘛 高球是太位 太位本身就是管军事的 而高球是个二品官 对吧 你林冲是个 虽然也在首都 但您是什么 您是禁军教头 禁军本来就不打仗 就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守着的 北宋的禁军是怎么 这不能写 北宋那个禁军啊 他不是禁卫军的意思哈 当年赵匡胤玩这套模式哈 就玩到什么程度 他太害怕这个武将篡权了 所以赵匡胤 他自己因为就是节度史出身嘛 他是殿前都点解 这个官职 哥今天就是 只能这么含糊的说 就这么一个官职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武将权力大了 因此他当时下令 在地方给你派点人啊 叫兵样 叫兵样 这是个代引号的词啊 兵样 什么叫兵样 身高1米8 那类似这意思啊 身高1米8 体重150以上 然后呢 这个 呃 会武功的 然后那个勁大的 就这些人叫兵样 把这些人全部通过转运史 转运史也分好多种哈 用这个转运史把它运到这个中央去 运到中央做禁军 这样的话 你们这帮能打的人啊 都是在皇帝眼皮底下 你用这种感觉吗 你 你有点异动 你想干嘛 我全知道 那所以这样的话 把这些 哎就是 不安定因素 不让你在边疆守着 不用守边疆 你走眼皮底下 你别给我这个造反 他怕这个 所以这个 帝方给你剩一堆什么 老弱病残 所以他这个宋朝 为什么跟少数民都打仗 老失败 这也是原因之一 啊 我说的原因之一啊 就怕到时候又死下来 受不了啊 天天抬杠 受不了 不是绝对原因啊 是原因之一 好吧 所以 岳飞悲惨的下场 这也是原因之一 咱们之前讲过 岳飞他政治方面的一些 这个 就是情商 政治方面的一些 这个 幼稚 另外一方面 就是北宋的大环境 南宋的大环境 不信任武将 不信任武将 所以 这个 现在已经到第十一本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给小朋友们可以去拍一拍 来 哎呦 掉了 哎 没带书架是吗 来 下一个咱们来看这个 首会历史大长卷啊 哎呦 这个长卷呢 大家如果已经买过的话 那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买过的话 咱们 强烈建议各位可以去拍一拍 因为这套书 作为您 大文科的一个入门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而且甚至说 你都不单单只是入门了 你就从一个很深刻的角度 入门去学习了 请听清啊 是从一个很深刻的角度 入门去学习了 哪个角度呢 就是通史 全球史的概念 慢慢来 别着急啊 咱们先把这本书呢 给没没拍过 这个这个 观众啊 给您介绍这书怎么看 呃 咱们中国的三皇五帝 就分很多个版本 对吧 那你看三皇五帝里边 这儿有皇帝 这儿也有皇帝 所以你看这两条线索 是跟平行出现的 那么中间有交集 这个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名字了 因为史记里边有下本记 所以你看 从这儿 遥顺雨的雨就出现了 他的父亲叫滚 那就当年治水失败那个 从雨这儿开始到这儿 你看这儿也是遥顺雨 发现了吗 这儿是雨 这儿是遥顺雨 就两个版本的这个传说嘛 叠在一块 夏朝反正肯定是有啊 所以从这儿开始 这时间就开始往后去延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些少数民族 和一些其他的部落 的这个故事 咱们一会儿 记住这条紫色的线哈 记住这条紫色的线 咱们往后翻 到这儿 夏朝最后一代君主呢 叫夏杰王 叫夏杰王 就是造九池肉林的那个 他呢 这个最后被流放了 流放至死 那么这条紫色的线 我们看到就垂下来了 是谁呢 是汤 而汤就是商部落的领导 那么他在这个时期 灭夏建商 而这个汤呢 在传说当中也是 不是一般人 他母亲叫简笛嘛 据说在河边吞了一个鸟蛋 悬鸟生商 是吧 就是生汤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商朝的历史 从这儿就算开始了 只不过夏商的历史 到现在为止 我们通过文物考古 确实没有找到 能够文物跟古籍对得上的证据 现在没有决定性的 因为夏商没有文字 商朝的文字 是在后半段才出现的 就是刚刚咱们提过的 讲那个全景中国地理那本书 你看这些书都是有联系的 到后边 盘庚把首都签到了阴 在这儿呢 盘庚在这儿 在这个拐角处啊 这个页大家打开之后啊 是能够整着看哈 盘庚把首都签到了阴 阴就是河南安阳 那么到了这儿以后 今天 后边从盘庚 再到最后的商周王 这十来个人 他们的这段历史 就是有记载的了 甲骨文上刻着呢 他们的名字都有 比如说什么富豪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 那都是有的 那么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书到这儿 商朝被周朝所取代 对不对 周部落这条线条又下来了 周五王就是激发 咱们看过风神榜的话 都会很熟悉这个人物 那么你看啊 商到这儿 没有完全结束 对不对 怎么变成送了呢 没错 这就是孩子们在将来哈 初高中历史课 包括语文课 都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叫做分封制 这个制度 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我们 为什么 就比如我们的姓氏和名字 都受到分封制极大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 如果您的名字里 不带个女字偏旁 那我们这个 在分封制之下 那个年代 我们都属于叫什么 都属于叫氏 而不是姓 姓都是带个女旁的 但那个女字旁 也并不是说就是母妻氏族的意思 不是哈 它是一种这个 叫怎么说呢 你可以理解为是个图腾 是个标志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西周 当时搞分封嘛 他把这个第一次分封的时候 分了71个诸侯 姓姓诸侯 占到了50多个 说明 同姓亲族 姓姓的这些人 都是绝对的主体 那么 功臣也有啊 得分 谁呢 来在这儿 这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国家 叫做齐国 齐国就是分给了江太公 啊 就是那个咱们很熟悉的江上 也叫吕上 那么 齐国后来有一位 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君 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可以打在评论区哈 就是 江小白 江小白就是齐桓公 你看他也姓江 就是江太公的后代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再有就是 宋国 宋国属于什么呢 属于分封的第三类 就是 先代贵族 你看他是商部落 对吧 当时商周王的叔叔 叫威子启 威子启 他就是 当年因为受不了商周王了 所以他跑了 提前投降给了周部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得分封你啊 你也有地位啊 但是这个国家分的就很少 很小 而且呢 不信任他们 旁边围了一堆的激性诸侯国 不信任你 所以你看我们在成语故事当中 跟宋国有关的成语 大家一定能想到两个 一个叫做守住待兔 一个叫拔苗助长 这两个成语 全都是出自于宋国人 对吧 包括 特别穷苦出身的 好代的朱姿百家里面的 莫子 他你发现了吗 为什么那么苦 宋国人 所以 这个一切都说明了什么 就是宋国的地位特别的低 那么今天咱们通过这个哈 我们记住一小点知识啊 就算没白听哈 什么 知识呢 我们大号的那个编导阿姨来了 说哪了 这里是余明洪老师带队 新东方老师转型位 对 分封制哈 我们记住三个东西就行了 分封的对象 分封的对象三个哈 第一个是什么 大家可以复习的打在评论区 第一个就是同性亲族哈 然后括号同 同性的亲族 第二个呢就是功臣 有功之臣 比如说谁 江太公 对不对 当然西州第一次分封的时候啊 只分给江太公了一个功臣哈 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 先代的贵族 简称就是先贵 比如说宋国 我们就可以当个小常识了解一下 分封制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考点 也是个知识点 如果没有这个知识作为铺垫的话 我们看春秋战国 你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春秋战国的时候 像燕国和曾经的三晋 就是赵魏涵 因为晋国原来也是急性诸侯 他们都是一家人啊 包括秦赵 是一家人 那所以你看 这是一家子在打仗 那么这个就很像什么了呢 很像 一百年前的欧洲 我们就通过这个引到下册书啊 这个世界的这部分来给大家说 来 这本书是有放大镜的 大家可以去拍啊 放心的去拍 有放大镜 然后呢 下册因为世界史 是大部分人的盲区 所以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有一个导读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就教你怎么去读这本书 再加上不还有我呢吗 对不对 我比这书还管用的哈 来 咱们继续哈 就很像一家子人打仗 这个事发生了一百年前的欧洲 什么事呢 The First World War 或者叫The World War One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它其实就是一家子跟那打仗的 那么咱们之前 英国历史哈 终于讲到维多利亚女王了 对不对哈 好几天没播图书了 简单的给大家复习一下哈 咱就不说那么远了哈 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是詹姆士一世 鼓吹军权神兽 他的儿子就是查理一世 在这个时期 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那么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后来呢 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共和国时期 就是克伦威尔掌权 克伦威尔呢 当了几年之后 那因为感染了这个瘧疾 那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儿子想继位 但是议会不同意 因为你只要儿子一继位 你不就又成这个封建王朝了 那种感觉了吗 世袭了吗 不行 他儿子就跑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把查理一世的儿子 查理二世给接回来 继续当国王 等于斯图亚特王朝就复辟了 这个短暂的共和时期就过去了 那么查理二世死了之后 他的弟弟继位 就是詹姆士二世 詹姆士二世的时候呢 由于想改宗教 那么当时全英国人都不干 议会也不能允许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不想再杀国王了 想一个办法 给你们家族内部 造成一个宫庭政变 所以把他的女儿和女婿 就是玛丽和威廉 从荷兰给接回来 从荷兰接过来 把詹姆士二世这个吓跑了 詹姆士二世跑了之后 威廉玛丽在英国先后当国王 当了国王以后呢 那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跟议会签了这个协议了嘛 所以这个就为君主立宪的 这个进一步推行 就奠定了这个基础 威廉玛丽的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 本来就受到限制 那么往后 威廉玛丽角色 把玛丽的妹妹给接过来 就是安妮女王 安妮女王在当女王的时候 她的孩子就已经全部夭折了 她一共17个孩子 最大的活了11岁 非常悲惨的一个人 这上给你写了哈 詹姆士二世之女 她有17个短命的孩子 对吧 你看我在这给大家说清楚一点 然后最后呢 这安妮女王是坐着轮椅 当的这个女王 她最后还是绝世的一个结局嘛 所以斯特埃特王朝 到了安妮这儿 就彻底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就把这个 乔治一世 弄过来当国王 乔治一世在哪呢 大家看哈 汉诺威王朝开始了 汉诺威在哪里 大家可以把它打在 我们的这个公平上啊 打在公平上 所以从这儿开始 那这个乔治一世 他是德国 对他是德国人 他这一辈子 他就没怎么去过英国 是一个在德国居住的英国国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是英国国王不假 可是你掌权嘛 你不掌权呀 你天天跟英国待 你天天跟德国待着呀 所以议会的权力就又大了 发现了吧 君主立宪就进一步坐实 那么 乔治一世也不会说英语 那吧 一个德国人 所以这就很神奇 再往下 乔治二世 跟他老爹关系不好 这个乔治一世呢 就有这个爱好之一 爱打仗 天天跟欧洲待着 他的儿子乔治二世 那就继承了他父亲的这部分一波 虽然他俩关系很差哈 但是他爱打仗这方面 跟他父亲很像 而且他比他父亲还能打仗 是英国历史上 也是近代欧洲历史上 最后一位 那么爱打仗的国王了 那拿破仑不算哈 那么 乔治二世 当时这个 战功赫赫 年轻的是战功赫赫 但他爸怎么都瞧不上他 那所以他父子关系就特别的差 并且这个乔治二世的母亲 也就是乔治一世的老婆 被软禁了32年 又是又一个造成了这个父子 关系不好的原因 那当然他妈被软禁的也活该 那因为他母亲爱上了一个瑞典的上校 所以这个被乔治一世给软禁了32年 那接下来呢 这个乔治二世 把自己儿子给熬死了 叫弗雷德王子给熬死了 熬死之后呢 所以乔治三世 不是乔二的儿子 是乔二的孙子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乔一跟乔二父子关系不好 乔二跟弗雷德关系不好 弗雷德跟乔三的关系也不好 所以这一家子就很神奇 那么乔治三世国王之后 继位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乔四 一个是威四 你别看都是这个 一个是乔治 一个是威廉 但这俩人都是乔治三世的儿子 不复杂 一点都不复杂 是这个他的儿子 这两个孩子之后 都是这个决四状态 没办法了 就把这个威廉四世的弟弟 也是乔治四世的弟弟 他们的四弟给接过来了 的儿子啊 什么的儿子啊 的女儿给接过来了 就是维多利亚女王 乱是吧 来给大家画一图 你立刻就明白了 等会我去剪一下我的这个板子 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现在呢 是在一个板餐有吗 我就知道肯定是这个 天哪擦不掉啊哥 使劲擦 使劲擦 我来擦 你先擦 不行我要画图了 不行 来这个问题 明天我们要解决一下 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咱不扯那么远哈 咱就说那汉诺威王朝开始啊 简称了汉啊 汉王朝 不是汉王朝 把汉诺威王朝啊 简称汉朝啊 这会不会有人来这个奇异 我啊你怎么能把汉诺威王朝 简称汉朝呢 你这是对历史的不自由 为了时间 为了时间 来 汉诺威王朝哈 他的这个乔治一氏的儿子 是乔治二氏 乔治二氏呢 他的儿子没当国王 这是父子啊 这是父子 然后乔二呢 到这个乔三 那是爷孙 是爷孙关系 那么乔治三是他的两个儿子 先后当国王 一个是乔四 一个是威四 这俩都是乔三的儿子啊 结果呢 都是这个爵四状态了 没办法 乔三呢一共有四个儿子 乔四是老大 然后老二是好像过季还是怎么着忘了 然后V四是老三 那么他还有一个四儿子 他有一个四儿子 是那个爱德华好像是 好像是爱德华哈 我没记错哈 还是先别写了 打个星星吧 他还有一个四儿子 他这个四儿子的女儿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Vitoria 大家可能更多的知道的是 维多利亚的那个秘密 对不对 但是维多利亚女王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秘密 就比如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些当时正在打仗的 叫欧洲各国 他们有相当相当多的人 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辈的人 在打仗 所以呢这个 看不太清楚是吧 帮帮处理一下 谢谢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啊 号称欧洲老祖母 她呢 今天是有照片的 我们知道 那么她因为活到1901年呢 所以是有照片的 做不了假 她跟她的这个第一任丈夫 是非常非常恩爱的 女王本人 你看她的画像 和她丈夫的画像 那特别帅特别漂亮哈 但实际上哈 呃 女王本身长得并不好看 因为这个是有照片为证的 然后身高可能就一名五几 你看在英国那样一个国家 身高一名五几 但是呢 她的这个很会做自己的这个身份 很会做女王 她当时要干的事情就是干嘛 就是签字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正因为她什么都不管 放心的让议会 让当时这个彭博的资本主义发展 当时啊彭博啊 从他们这个角度来说哈 对于当时我们的大清来说 当然是灾难哈 但是从她这个角度来说 是好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维多利亚女王 她的这个孩子啊 嫁到这个欧洲各国的王室 也娶欧洲各国王室 所以到后来她的孙子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威廉那德国皇帝 然后英国的国王再加上这个这个这个法国 全部都有这个亲戚关系 多多少少啊西班牙王室 意大利王室 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血缘关系 所以整个一战你可以认为 是一场家族内部的这个斗争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啊 她加冕的时候威四还活着呢 那她加冕完之后威四立刻就死了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现在历史上对她的评价 包括英国人对她的评价都是很高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她不管你就不管事 你反而能够成就一些事情 这不是道家思想啊 对比同一时期的中国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比维多利亚女王稍微小一点 那慈禧太后活到1908年嘛 维多利亚女王活到1901 这个慈禧太后呢 她作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家 还算可以 宫廷斗争这一会儿 她玩的炉火纯青 那把光绪 包括把同治皇帝 把同治的皇后阿鲁特 那把给玩到鼓掌之中 把李鸿章 把这个张之洞 玩到鼓掌之中 当然张之洞 后来 不 什么张之洞啊 曾国藩 曾国藩说错了 曾国藩和李鸿章 玩到鼓掌之中 当然后来曾国藩 这个权力变大了 这是后来的事儿 但是前期慈禧太后 在这些领域 绝对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在国际视角 国际视野 全球视野上 这方面 她真的没有 就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个休医和园的那个事情 休医和园 到底是不是挪海军军费 我告诉大家 现在早已经通过各方面的这个资料啊 都已经可以断定了 她没有挪军费 但是跟军费有没有关 有关 是怎么样 是她的小舅子 也就是光绪她爸 纯亲王一宣 当时呢 这个 这个 就她她她她 她这人就很很很很很软弱嘛 她也是为了这讨好慈禧太后 是借着海军的名义 额外弄了一笔钱 然后作为慈禧太后休医和园的 那么休医和园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慈禧太后自己的观点啊 我是国母一样的人物嘛 小叔子 小叔子 对 慈禧的老公是咸丰嘛 咸丰的弟弟 就是那个纯亲王一宣 也就是光绪她爸 然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这个 慈禧太后她觉得 我是全国啊 那么 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的生日 我的退休仪式 得弄好了 这是国家的面子 你看人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里边 逻辑很自洽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 跳出来这个视野去看 你会发现 很肤浅 所以这两本书 大长卷 推荐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非常非常的好 来 接下来咱们讲这个 写作 来 写作说 小雨滴在这儿 来 爱的小雨滴 还有赵立宏 丁里梅都可以拿 一起 来 各位那个家长们 之前我一直没有回复的 看到了哈 有的真的来不及回 所以 这个 就是 跟您说一下 写作的书呢 不一定非要买作而选 个人啊 你愿意看 当然没有问题 但就是 我们写作呀 其实真的不是说 你去看别人的这个 高分作文 就一定能提升 这是两回事 那么 我个人的建议呢 就是一定要多看书 而且不需要给自己设限制 啊 我要看什么书 才能够增加我的 这个这个作文 不一定 啊 那么 小朋友们提升作文的这个能力哈 来 包括阅读能力哈 如果现在小朋友们是幼儿园大班 到一二年级 那推荐金波爷爷的书 这个书里边呢 是带着拼音的 所以小朋友们自己读 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啊 没有什么障碍的 那么 咱们随便念一篇啊 短一点的哈 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 我们就去看里面那种写作手法 哈 这都太长了 找一找一短点的 小一点 来 甜甜的小草 春天来了 山野里钻出了嫩绿的小草 震震微风吹来 带着春天的香味 来 春天有味道吗 理论上没有味道 对不对 但是它是用了一种比喻的方法 把这个饭菜 或者是这种什么花花草草这种清香 它其实是把这个东西 花花草草 开了比作为春天了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一小段里边 我们可以get到的一个写作手法 来往下 春天第一只金色的小蜜蜂飞来 落在细细的草尖上 你好呀小草 小草 赶忙回答 你好呀小蜜蜂 拟人话处理 草跟蜜蜂不会说话 按照人类的观点 它们是不会说话的 对不对 来往下 小草 你怎么在这里看不见一朵小花啊 小蜜蜂一面向四周张望着 一面这样问 小草很不好意思 真对不起 我也许是一株不会开花的小草吧 小蜜蜂也没说什么 悄悄的飞走了 你看故事的悬念给你留下来了 往下 第二天小蜜蜂又飞到这片草地上 仍落在那个稀稀的草间上 小草 我发现你也能开花 是吗 我怎么看不到呢 小草一挺身的找了半天 看见自己原来有一颗小花苞 可是这个小花苞太小了 比米粒还小 它不知道这么小的花苞能不能开花 小蜜蜂也没说什么 悄悄的飞走了 第三天小蜜蜂又飞来了 大段的排比哈 增加这个故事的这种 就跟你包笋似的嘛 往上叠 来往下 第三天小蜜蜂又飞来了 落在那个草间上 啊小草祝贺你 开花了 真的 这次小草真的发现自己举着一朵 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小花 但颜色也是淡淡的 很不好意思 谁会喜欢它这么不显眼的小花呢 小蜜蜂落在花草上久久的不愿离开 小蜜蜂说小草呀我喜欢你 我从你的小花里也采到了蜜呀 当小草知道了自己的小花里也能有蜜的时候 心里甜甜的很幸福 小故事并不深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够想到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给孩子们去上价值 你可能出身并不高贵 你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家世 你可能并不起眼 但是你依然有你的价值 用一句古话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不对 李白先生的这话我们就可以套到这首 李白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套到这个小故事当中 对不对 这是一层 我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解读这个 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对不对 如果现在你觉得你没有朋友 没有你的知心人 请不要着急 请耐心的等待 你就是一个小草 一个不起眼的 开小花的小草 但是你终会迎来那个属于你的小蜜蜂 即便你给他带来的蜜可能并不甚多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走进你心非的小蜜蜂 他可能也是在蜜蜂群当中 一个不起眼的蜜蜂 他的翅膀可能比其他的蜜蜂要短 他的身材可能比其他的蜜蜂要更加 所以他也是一个并不是有多么高贵 或者是强壮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 但是你们之间可以达到共鸣 那个就是你们彼此等待的对方 这是又一层解释 对不对 那么再有就是什么 如果我是一个健壮的蜜蜂 这个蜜蜂 他也没有说是不是健壮的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瞎猜的 假如这个蜜蜂就是一个健壮的正常的蜜蜂 那好 也会有那种带有侧影之心 真正的善良的人 具有同情心的人 他就会去照顾弱者 他就会在弱者上多停留一会儿 我其实去其他的花上 我可以采更多的蜜 但是我愿意去利用我自己的强壮的身体 我不在乎 那么我可以抽出我的时间 去陪一陪那些弱小的人 去给弱小的人带来一些正能量 带来一些积极阳光的东西 这又是一种解释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小文章 我今天第一次翻到这一页的 随便下翻的一页 那么我们作为家长 就可以给孩子们去讲这样的故事 它里面也有教育意义 对不对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去学里面的写作的手法 来接下来我们去看这个丁丽梅老师的书 赵立宏老师的书 《飞来树》也叫树孩系列 这个呢就适合稍微大一点的了 三到六年级的小朋友们可以去看这个系列的书 它里面呢也都是一些这个美文短文和小故事 那么能够增加孩子们的这种叫做 读那种真正的文章啊 里面的那些能量 这些比较比较好的写作的手法 而且你看这里边其实还带一些古文呢 突然想起来刘雨昕的陋氏明来 初中可是必备的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明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斯氏陋氏 唯吾得心 台狠上街律 草色入莲青 可以调肃琴月金经 无思诸乱耳 无暗读劳行 南洋诸葛楼 七属紫云亭 孔紫云 何陋之友 今天呢我们哪怕是成年人 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份胸襟 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份内涵 我个人说我没打到我在修行当中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太浮躁了 我们追求的那些很物欲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爽感 就像我们去喝汽水 去喝一个冰冰凉凉的饮料 它确实是给你带来一个瞬间的刺激 但是就没有但是了 对吗 可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在真正的去品味东西 学习东西的时候 你这时候配的肯定不是汽水 不是啤酒 而是什么 而是茶 而是白开水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当经历过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你可能确实某一个阶段 特别想追求它 但是过了之后 那就是过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书 丁丽梅老师的 赵立宏老师的书 适合三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去看 咱们念一段它里面的这个 真正的文章 也是随便翻了一页 这还谁画过线 我曾经到过沙漠和戈壁滩 在浩瀚无涯的荒季中 哪怕见到一棵小小的绿草 也会感到惊喜和亲切 在严酷的自然中 一棵小草的出现 往往是一种接近绿洲的信号 更是一种生命的宣言 这宣言要向世界宣称的是 顽强坚韧的生命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下都不会屈服 绿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尽管它可能在遥远的地方 当然 并非人人都能找寻到那片绿洲 这已经带有哲学辩证的思维了 对吗 绿洲肯定有 但是你的生命当中 能不能找到那片绿洲 没有人可以给你做保证 所以每个人的修行 用毕书敏老师的话来说 人生是一张单程票啊 你的未来的事儿 没人能告诉你 而那些经历过一生的人 他也不可能再回来告诉你 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问题细心的 闭上眼睛 想一想 其实挺悲哀的 对吗 我们每天都在过着未知 但如果你再辨证一个角度 就像刚才这小段给我的启示 你就算 我们每天都是未知 但不正因为是未知 才有了无限的可能 才有了可以不断挖掘 不断追逐的 不断去探索 不断去学习 一个可进步的 可探索的空间和领域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刚才我就念到这儿 我今天第一次念这一段 来往下 有些人可能已经走近绿洲 这个近啊 却会失之交臂 甚至会在离绿洲不远的荒芜中 躺倒 即可待毙 绿洲对于他们只是梦幻 他们永远 他们认为梦永远不会变成现实 于是连做梦的兴趣也丧失了 哪里还会有耐心和毅力去找寻绿洲呢 这时如果有一株翠绿的小草 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边 野望里边 该有多好啊 就是什么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终将辉煌 于敏洪老师的话 跟毕书敏老师的那个书生命卷 何其相似啊 可以连在一起啊 你看这些名家 这些真正 不敢说人过近千番吧 但至少过过千番 过过很多千番 过过很多人 不曾见过的千番的人 他们的内心 其实在各个领域上是通着的 事儿不一样 但背后的逻辑 背后所得到的心得和感悟 其实是差不多的 毕书敏老师也是啊 他们生活在那样的无人区 可能偶尔看到一株雪莲 偶尔看到一个 昏梦浪泰的野兔 就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个生机 对吗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 不是你的身体坚持不住了 而是什么 而是你的精神 先于你的身体崩溃了 你的精神崩溃以后 暗示你 告诉你的身体 不行了 别撑着了 但其实它 这个地方的反射 可能就是小小的一部分 你需要集中 你所有其他头脑中的这些思维 去打败那一个部分 当你真的达到结果了 到达终点了 毕书敏老师他们 女性啊 都是女性 几个人 扛着60斤的这些物资集养 然后走120里 就是60公里 当时他就是想着找个地方 一下把自己结束了 就完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能救我 我一下下去绝对没有人来不及救我 结果他发现 如果我现在松手 确实我可以结束自己 但是旁边有一个战友 我会把他带下去 你锁链连着呢 他觉得不行 再换一个地儿吧 结果之后的路程 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你有机会去有这个念头了 就算你有这个念头 没有合适的地方了 所以 最后真的当坚持走到了终点之后 发现 身体没事 一点事没有 所以其实是什么 就是你的意志 就是你的意志 所以很多时候 自律 刚才还有人说曾国藩自律 对吧 曾国藩别的方面咱不说 自律确实做到了 写日记就很不容易 天天写 一天写好几遍 自律 就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一点 对吗 咱们成年人 尤其是成年人 小孩子的不自律 可能也出不了什么太大的问题 顶多就学义不好呗 对不对 但是成年人不自律 那在职场上 又会有那么多的拼杀 又会有那么多的 这个打拼 那么多的场合和领域 需要你去自律 可是有几个人 能做到真正的自律呢 对不对 共勉哈 我也一样哈 我也一样哈 来 过一遍哈 幼儿园大班到一二年级 可以拍金波爷爷的书 带着拼音的 来 三到六年级可以去看 赵立宏老师的书哈 然后丁立宏老师的书 五六年级到初中 都可以去看 先跟你说点这个 比较功利的这个事情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像这种家具的摘抄 和 来 真题的链接 看到了吧 真题的链接哈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这个是 嗯嗯嗯嗯 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真题链接 这个就是我们 平时孩子们在 做卷子的时候 就会有丁立宏老师 赵立宏老师的文章出现 所以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 好不好啊 然后呢如果成年人想 这个增加点这个 谈吐写作的能力 也是特别好的啊 正好这一页哈 咱就翻到这哈 来咱们就念最后一段哈 我听得连一四起 你看 连一应该是在哪儿 在水上出现 对不对 一个人形容自己听的 连一四起 这就不叫拟人了 这就属于比喻了 对不对 我把我自己跟这个 物品嘛 跟没有生命的东西去对比 但是所谓的水没有生命 可是呢 其实它在波动 被风吹 被雨点砸 它里边的雨 泛起了连一 弄一个水波纹 它其实看似也是有生命的 对不对 在无生命当中寻找生命 这也是一种视角 一种眼光 那么 我听得连一四起 生命本是如此珍贵 当爱惜 我们不再说话 一起看糊 眼睛里一片片的蓝 相互灰映交融 那是湖的蓝 天的蓝 无限广阔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 大海的颜色是蓝色的 为什么是蓝色 因为它反射的是天 折射的是天的颜色 对不对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 视角 一种方向 一种我们能够达到的 这种可触碰的 可以接触到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 它并不遥远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事情 反过来看一下 就像刚才介绍 《逻辑思维》那个书也一样 它其实就是换一个视角来看 我的左边是孩子 那反过来孩子的右边就是我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我们今天去看一首唐朝的古诗 手把青央插满天 低头方箭水中天 我们在看天的时候 第一反应都是说抬头望天 举头望明月 但是这个道家内涵的诗 就会告诉你 低头方箭水中天 为何 因为我在插秧 对吗 我们都觉得前进应该往前走 应该双眼直直的盯着目标去看 但我们还有一种东西 对吧 叫做弯道超车 我们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退步原来是向前 为什么 因为我在插秧 古代的农人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了 是农工商 那么商人当然更低 就是 因为更多的是农人 地位很低的 可是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日常的耕作 依然附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所以 你看 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书籍 所有的古文都是通着的 对不对 那么 真题链接还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到初中 你到初中 都可以来看 五六年级到初中都可以 还有家具的摘抄 学起来呀 比喻 拟人 排比 夸张 描写 反衬 正着衬 反着衬 这不都是写作的方式吗 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背别人怎么写的好作文 我们要学方法 学方法 这个很重要啊 来 咱们接下来再看哪个书 神奇逻辑 对 刚才说了那神奇逻辑思维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书 新书特别的好 这两天都快卖爆了 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这本书呢 刚才有玩过的朋友们 咱们可以继续再玩一下 因为这个书咱还是先从入门的角度给大家来说 因为再往后我都没看明白呢 太难了 我这种理工科 都不是还给老师 我当时都没拿 就这种感觉 来 找出相同的衣服 看 这一个人叫小亚 他穿着这个衣服 在镜子当中看到这个都是反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ABCD 哪一个会跟这个镜子里边的现象是相同的 嗯 拿着镜子看 会跟这个 完全一样的 是哪个 ABCD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打在评论区 你看我们照镜子的时候 会反过来对不对 那这ABCD里边哪一个 应该是什么 火 大部分人还选的是D 对不对 当然是D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哈 以下四个当中透过镜子看 看到完全一样的应该是哪个 因为镜子是反射的嘛 所以完全一样的应该是D呀 因为这个陶芯是正中间的嘛 对不对 左右也是没有区别 你看其他的这些 要不带个蝴蝶结 要不就是歪着的 你照镜子肯定会反过来 对不对 所以照镜子应该选择的是D选项哈 来咱们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啊 算了咱们一块玩一个第三个吧 嗯 来 哈米瓜的重量 哈米瓜的重量 在天瓶上放了几种水果 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重量 看啊 图一 左边一个菠萝 跟三个苹果一边重 这边呢是两个菠萝 跟三个哈米瓜一边重哈 来 这个已知条件我们就知道了 请问一个哈米瓜的重量 相当于几个苹果的重量 大家可以来算一算 看清这设问了吧 一个菠萝等于三个苹果 另外一边呢是两个菠萝等于三个哈米瓜 来 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所以发现了吗 亲子一块学习 得有书 得有好书才行 对吧 那问的是哈 一个哈米瓜的重量相当于几个苹果 来我们看一下它推导的这个逻辑哈 从图一可以知道什么 一个菠萝等于三个苹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两个菠萝等于六个苹果 啊 两个菠萝等于六个苹果 那么第二步 从图二的 这个第一步可以知道什么 两个菠萝等于三个哈米瓜 也就是说你看六个苹果就等于三个哈米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长串的这种等式哈 那么我们就得出了两个菠萝和六个苹果的重量是一样的 相当于就等于了三个哈米瓜 最后也就是说六个苹果和三个哈米瓜的重量也是一样的 所以再次推出一个哈米瓜和两个苹果的重量是一样的 除一下米对不对 所以 这条题我们就做出来了 看到吗 很有意思啊 小学生二年级就可以去玩这样的游戏了 如果咱孩子这个 再添资聪慧一点 你甚至幼儿园大班就可以了 这个书越往后会越难哈 真的越往后会越难 刚才我们玩的还都是入门篇 只是入门篇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哈 我入门的时候就已经把我卡住了 真的是把我卡住了 然后呢 往下是基础篇 然后再往后呢 是这个 这个应用篇 然后最后还有几些特别难的这种数学的命题 非常厉害 这不单单是数学 当然了 数学 老师们也都会说哈 一切的终点都是数学 对不对哈 但我也可以说 一切都被包含在历史当中 对吧 也可以说一切都包含在哲学当中 这这三个学科真的是可以的 地理也可以说 一切都来自于万物 来自于大地 也可以 所以这个 很有意思 天文学家后说不对 天文东西也进入过地球 再玩一题吗 再玩一题吗 来咱再玩一题哈 咱玩这个哈 积木有几块 第四个哈 积木有几块 同样大小的积木堆在一个角落里 我们现在能看到几个呀 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哈 来 请问一共有几块积木被堆在一起 来 挑战书 珍贵的巧克力 这是分巧克力哈 咱们来看这个哈 后边有解析 几个 来切紧给大家仔细看看哈 一共有几块积木 这都不只是孩子 大人都能卡住 真的是这样 我们的摄像大叔 已经做出答案来了 来 往下哈 你看哈 验证一下 把积木一个一个拿开 一个一个分开 就会得到这个样子 所以最终呢 有一块会被藏在里面 所以应该是八块 对不对 刚才还要说九块的 应该是八块哈 再再再玩一个题哈 这个书一直在在在在这个 还还还挺好啊 一至子双叶瑞树真四 然后小刚和小美六个人一起去看电影了 那么这是座位表哈 你看哈 双叶说我的左边是一至子 后边是真四 然后呢瑞树说我的左边是小刚 那么请问问号这个位置应该是谁 越来越难了哈 来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截个屏截个屏 来坐 书又没了 刷新一下小黄车 刷新一下刷新一下 让给大家补了一些裤存 又补裤存了 来咱们看推导哈 看 来双叶给的提示哈 我的双叶说我的右边是一只子 后边是真四 我们可以推出双叶小姐的座位 在前面的那一排 对吧 不然的话它后边不会有人嘛 对不对 对吧 它后边不会有人哈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大概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吧 有A和B两种可能 看双叶坐在哪 因为它右边有人嘛 所以它肯定要不坐中间 要不就坐最左边 对不对 它右边有人啊 所以必须坐中间或者坐左边 而它后边也有人 所以它肯定坐第一排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哈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瑞树给我们的提示 我的左边是小刚 那么可以推算出 这个两个人应该是并排的 对吧 它的瑞树跟小刚应该是坐一排嘛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单独的小已知条件 那我们再代入进去 由刚才那个第一个得到的这两种可能性 再代入进去之后 我们来看哪个符合呢 那么可以让瑞树跟小刚并排在一起的 只有A 对吧 A才能够满足这个已知条件 看明白了吗 得到两个得到了一个 这个 这就跟那个 我拿历史来给大家说哈 岁在纯火似的 那吧 这是岁在纯火 您带到那个所有的那个星象 有周期嘛 对不对 28星宿跟那个木星似的 镇星 不是跟土星似的 这个镇星 你就可以带进去吗 最后岁在纯火 公元前1046年1月20号 对吧 跟这不是一个感觉吗 所以你看这思维其实是一样的 来 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小孩一块玩 成年人情侣 家里人一块玩 开发智力 真的是开发智力 我都被这书虐坏了都 刚给大家补了一些库存 还有库存哈 大家可以去拍啊 来 把它放在这儿 这个书真的选的超好 一会儿这小韩哈 就把它挡住了 我们把这个挡住了 不用挡 搁这儿吧 好失败了 对不起 来 接下来咱们看那个 思考事业的孩子 哎 只有一本了吗 思考 在这儿了 思考事业的孩子 是掉下边的 在我脚底下 我剪我剪我剪 你那边剪不着 思考事业的孩子 跟那个好好长大 大家可以一起拍 不冲突 不冲突 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 尤其还是大人先去看 跟那个 那个 这个思维这本书 是一样的感觉哈 大家可以去这个 自己先看 然后呢 再去跟孩子分享 或者跟朋友 一起去分享哈 呃 这个思考事业的孩子很深 真的很深 羞愧是什么 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 我们为什么会有爱情 什么是成功 我们能不能做人的时候 畅所欲言 我们应该 应不应该 言听计从 然后 什么才是智慧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对吧 人为什么会忌妒 为什么要领导 我们的想法 可不可以不受影响 那既然会死人活着的意义 是什么 你看这些 都是非常非常 嗯 就是困扰哲学家们到现在了 几千年的一些问题了 对不对 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人类 人类在地球上活了几百万年了 谁创造了人类 有些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 也创造了整个宇宙 对吧 上帝花了七天嘛 对不对 他很温柔 不会说话 他们确实不错 就是有点笨 嗯这才对嘛 就这种感觉 典型的就是神创论嘛 对不对 那么再往后 也许是地球的 适宜人类生存才得以存在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 地球自己创造出人类嘛 还有一种说法 这个书上没写哈 给大家来补充一点 就是 被认为是 外星的文明 带到地球的 这种感觉 其实有一个 事大家想一想 其实还是挺深刻的哈 就像我们今天 去盯着蚂蚁搬家 你说那个蚂蚁知道 咱们在看它吗 那蚂蚁知道咱们在干嘛吗 比如咱们在看电影 咱们在聊天 咱们在聊工作 他们未必知道 对不对 那现在有人说 宇宙会不会就是一个 什么我们不认识的东西的身体 对吧 我们人类只是在里面 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地球整个太阳系都是一个小小的部分 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 有可能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还有的就是说就是 可能是地外文明 带着生命的痕迹 撞到地球 再加上地球 自己的这个气候OK 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的生物 后来才有了人类 那么这都是假说 正因为是假说 所以它才是科学 那么也许人类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很深刻的一些问题 还有这个 这个就更务实一点啊 思考世界的孩子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不公平 什么是正确 然后呢 男孩和女孩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信任 为什么会有穷人和富人 怎么奠定 怎么去判断成功还是失败 然后我们到底是谁 钱有什么用 我们要不要跟其他人去分享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义的 这种话题 一些内容 所以推荐大人跟孩子们一起去看 尤其是大人先去看 对我经常说这句话嘛 我们现在老说是证明什么 更多的时候需要去证伪 证伪比证明更加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证明的东西 不需要你再去证明了 你只不过就是重复一遍而已 而那些敢于对现在的 这些大家认可的东西 提出质疑的东西 提出质疑的人 我觉得更伟大 他们有很多人 为此死掉了 有些人为此 终身 没有得到这个好的生活 但是 非常值得尊重 长大一定是件好事吗 小时候我们总盼着长大 渐渐的我们明白了 长大并没有那么简单 是的 长大后我们会更加自由 不是长大后 我们会做更多无趣的事情 是的 因为长大以后 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力 是的 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可以结婚 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不是因为长大后 父母会减少对我们的宠爱 不是因为长大后 我们会死去 是的 我们长大后会得到尊重 是的 因为长大后 我们会懂得更多的事情 各种各种说法 到底长大是好还是不好 孩子们有没有问过家长这样的问题 作为成年人 有没有去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我到底想不想长大 我现在可能20岁了 30岁了 40岁 50岁了 但我真的长大了吗 我现在做的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成熟 或者说我所取得的成绩成就 有没有真正的达到普世的这种评判标准 又或者说评判标准本身该不该存在 再又或者说我要不要跟别人比 我要不要拿别人跟别人比 都是问题 你发现了吗 我们作为主播 我们天天被比较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要不要跟别人比 有意义吗 有意义没意义 这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 来思考世界的孩子 跟好好长大 可以配在一起去看哈 好好长大呢 是校园 是校园的这个东西 还有包括这个家庭里面的很多这种解决方案 还真的在给你提出解决的方案哈 第一步怎么办 第二步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建议什么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先跟自己看 给自己一些答案 对不对 然后呢再跟孩子去分享 或者说将来我们有孩子之后 或者我们的夫妻关系 这总得处理吧 情侣关系朋友关系人际交往 你看内在信任主动合作 停止讨好双赢思维 个人空间 控制情绪 解决冲突 积极倾听 咱就说这个人空间问题 我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感受哈 大家肯定也有 回家之后 累一天了 就是不想说话而已 我没有生气 我也没有对家人 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 但是 你们可能跟家待一天了 闷得慌 对不对 你为了想知道我今天经历了什么 就给我 问 哎呦你今天怎么样了 你今天干这个了吗 干那个了吗 你干这个了干那个了吗 你问一堆 人家已经累到不行了 此刻我就是不想说话 我其实本来 本来就是一个 凡与不凡之间的这一个维度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是这样 把我的心情一下打到谷底 而作为对方来说 你可能仅仅就是好奇 然后把它再包装成 我关心你啊 呀我以后不管你了 经历过这种事吗 经历过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 叫什么 个人空间 以及双影思维 以及积极倾听 对吗 这一切都是我们 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你说这些事大吗 不大 我现在就是不想说话 就这么简单 怎么了 你非得跟我这五分钟 必须要聊个东西吗 然后给我提一堆 对我根本就没有用的一些 办法 一些建议吗 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谁都不要把对方当成傻子 这是曾经我家庭的老 这么教育我 你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子 你觉得别人傻的时候 可能最傻的就是自己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多思考 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我也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只是分享一个可能性 以及我自己都在这个可能性上 再去探索和摸索当中 来吧 接下来 咱们下一个讲哪个 山海经 山海经 山海经呢 我们有两个版本 一个呢是 有拼音的 这个版本 给孩子读得懂的山海经 这个里面是有拼音的 所以孩子们从幼儿园大班 再到这个小学一二年级 都可以去拍这个版本 还是六本一套的 然后呢 这个版本呢就是 没有拼音了 然后更加精致一点啊 因为他的书片本来就更厚嘛 就更加精致一点 然后呢 山海经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 它是古时候的人们啊 用当年的这个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呢 有很多 在今天看来就是不着调 就是很这个 光怪陆离这种感觉 就比如说啊 当时可能要闹地震了 要闹水灾了 有一些 平时不常见的动物 从山里边就出来了 或者从水里边就跳出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人们就觉得 啊有一个怪兽我见到了 给他的外貌再 这个 过度的包装一下 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 新的认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故事里边就变成了什么 当这种怪兽出现以后 就会引发出血灾啊 就会引发出火灾 或者引发出地震 这种感觉 其实都是 吓唬闹 但是呢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倒推 对吧 去感受古人的浪漫 去感受 古人他们那个时代 用没有那么多科学的东西的 枷锁束缚的时候 看待世界的这种方式 而且再往大一点说哈 其实对于我们的写作 对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 也是一种正面的影响和引导 你就想吧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写不出像李白那样的诗篇 或者你拿白话写 可能都很多时候达不到那种浪漫的感觉 当然李白在那个年代也是异类哈 也是少数 但是我们现在上学的人也都是更多了呢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够更加优美一点 为什么会没那么优美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枷锁束缚太多了 我们被科学又给绊住了 我们什么东西都讲科学的时候 你就不浪漫了 就像很多时候在家里面要干嘛 要感性 对吗 可是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过于理性的时候 会不会也招人烦 工作当中尽量理性 对不对 尽可能的理性 但是在家庭当中感性的事情 是很多的 而且我们尤其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这个大家都懂 咱们不说太深点到即止 对吧 它是有人情社会的 你有的时候你太给我讲理性了 是不是很痛苦 对吧 是不是很痛苦 我不需要你给我去理性的分析这些事情 对吧 在家里面是一个讲情的地方 你不要给我讲理 更不要给我讲法 如果家庭当中总讲理总讲法 或许大概率不会太快乐 对不对 那么讲情也要分怎么讲情 对吧 所以山海经其实给我的这个新的启发就在于这儿 正是因为我们科技进步了 科学发展了 我们懂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可能失去了一些浪漫的眼光 古人看到漫天繁星 就会把那几颗最亮的勾在一起 把它变成星座 变成星宿 把它变成一条龙 把它变成各种各样光怪陆里的想象 当李白看到了这样的瀑布 他就会想到飞溜之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李白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瀑布像银河 你就可以想象 他一定当年那些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亮光 晚上真的就是一片漆黑 所以可以非常自在的 在任何地方看到漫天繁星 他们就可以有无限的遐想 流星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是每天晚上的家常便饭 都不想多看一眼了 但是那些没有科学束缚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那种更加规律的想象 而今天的我们在理性的同时 再具备一点感性的东西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对吧 你的作文水平 你的知识储备都会更加的丰富 简读中国史 几点了 看不见 但这表太小了 OK 来 简读中国史 这个书是张洪杰老师的书 大家可以在央视各个纪录片当中 看到张老师的出镜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他的文笔也是那种比较轻快的文笔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书的目录 如果只是想看看 成年人或者是高中生 想看点这种有深度的 不是把历史停留在 预言故事这个程度的话 隆重推荐这本书 很便宜 第一篇中国文明的起源 就是夏商周那时代的这个事情 然后往下呢就是 秦以前的中国 也就是所谓的先秦时代 那么再往下就是 秦汉与罗马 你看一大章节就跟你讲秦汉 再往后就是秦到清的历史循环 和秦到清的周期性崩溃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完全就是 这个中国古代这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一些总结 因此我多次说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观点是我接受的 所以我在这肯定分享我接受的观点 就是秦到清这2180多年 确实没有本质意义上的进步 你说有没有进步 有 大概就是一年级到六年级这个进步 但你打着滚的来 你不还是小学生的水平吗 对不对 但是呢 西方在我们发展到五六年级的时候 他开始工业文明了 他上高中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吧 所以他在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往下就是欧洲与中国的交错 再往后两个世界的撞击 就是近代史 再往后 就是打开国门后的世界 近代史啊 禁忌比较多 但是我也在尽可能的给大家去讲一点啊 我们这个 呃 在高中 这个老师的水准上能够讲出来的一些东西 水平不高啊 就是大家凑合听 肯定比单纯的我们去这个自己当个故事去听一下什么虎门硝烟 肯定还是要更加深一点的啊 所以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打开国门后的世界 打开国门后的世界呢上次都讲到了这个二次鸦片战争了对吧 那咱们今天就继续啊 这个二次鸦片战争呢 签了两个条约 第一个条约呢 是天津条约 第二个条约呢 是北京条约 那么这个两个条约里边 对于中国的影响啊 是非常之大的 天津条约里边呢 第一个允许外国公使来进京 第二个是这个 石口通商 然后第三个是允许外国船只来进入中国的长江进行通航 最后一个就是允许洋人在国内游历经商和传教 这就是天津条约的内容 大家猜哈 来来来切个进去 能看清这字吗 来公使进北京 十个通商口岸 然后呢 允许外国船在长江内通行 和允许洋人在中国游历经商和传教 这四条大家猜 当时的咸丰皇帝最不能接受的是哪条 来一二三四哈 大家打 他打在评论区 大家猜 咸丰皇帝当时最不能接受的这一二三四里是哪个 猜 公使进京 石口通商 外船进长江 和洋人在中国游历经商传教 大家猜 好 大部分人猜的都是 都是四对不对 都是四 我来告诉各位哈 答的特别的好 错了 是一 公使进京 而公使进京 要再告诉各位哈 置换到今天 就是给你们国家派个大使 派个大使 就是这样 你在今天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绝对可以理解 对不对 当然只不过当时中国还没有往外国派 是单方面西方给中国派大使哈 但恰恰这条 咸丰皇帝绝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爷爷 不不不 对他爷爷 他太爷爷 的时候 就是嘉庆跟乾隆时期都出现过一个事情 就是啥呀 就是这个洋人 见了皇帝贵不贵这个问题 引发了很大的矛盾 所以咸丰皇帝作为这个道光的孙子 作为道光的儿子 嘉庆的孙子 乾隆的曾孙 他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 你老外天天跟北京待着 对吧 虽然我不一定见得着你 但是你万一哪天见我 不贵 离我这么近 我受不了 所以这个在今天看来 你发现了吗 这就是两种文明的碰撞 我们当时乾隆年间 那个马杰尔尼公爵 也可以叫马格尔尼公爵 访华 当时让他们从这个天津登陆 离北京近 为什么呢 理论上不应该他们从天津登陆的 是把他们当成了共使 那共的 你听这词你觉得很原始 对吧 这不都周朝的时候干的事吗 都汉唐干的事吗 所以这就很奇怪了 本来如果是通商的话 你只能在广州十三行 跟大清通商 但是 乾隆皇那之所以让他们从天津上岸 就是因为把他们当成纳共的了 所以管他们叫英夷共使 英吉利来的蛮夷 纳共的使者 你可以想象当时大清的那种愚昧 对吧 本质上没错 因为之前的封建王朝也是一样的态度 对待外国都是一样的态度 对吧 但是大清的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快到来了 所以赶上这个时代 你固守曾经原来那一套东西 就不行了 这个面 大家说耗面子 这也对 但它只是表现 表层是耗面子 其实内心的真正的再往下面深挖一点 是不知道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 就好像我们说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似的 你现在 你别完之后 你就三天之后见面了 你都不知道对方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你还拿原来的观点去看人家 你没错 人家进步了 你就比人家差得多了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落后挨打嘛 是的 所以公使进京 到了咸丰的时候了 你要知道他是乾隆的曾孙 乾隆之后是嘉庆 嘉庆之后是道光 道光之后是咸丰 都这时候了 第一次压面战争是1840 天津条约的时候 已经是1858年了 距离鸦片战争都过了18年了 孩子都成年了 您要是1840年出生的 你都成年了 你都18了 按今天的标准你都18了 但是皇帝恰恰不能接受的居然是这个 宁可多赔款 宁可再给你开通商口案 我也不让公使进京 这就是当时乾隆皇帝内心的写照 去找人谈判 你能想象吗 他不知道石口通商 游历经商 外船进疆 这对中国的影响才更大呀 造成自然经济的解体 造成当时工业文明 对于农业落后文明的打击 对吗 愚昧 真的是愚昧 所以必须要看书 必须要学习 必须真正的开眼看世界 林泽徐那个开眼都不够 那林泽徐那个开的眼也不够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灑水了 书湿了 书湿了 来大家赶紧拍 这书还湿了 来开眼看世界 我水在这呢 为什么我撒到这呢 很神奇 来 简读中国史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来下一个咱们讲哪个 事业之嘴 嗯 好 这本书呢也适合何家欢去看 呃 先说这个书的功利性啊 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 这个有趣的东西 聊天的时候不会没有话题 再加上出去旅游的时候 不至于冷场 不至于尴尬 不至于什么都看不懂啊 推荐大家 尤其家里有小孩的 更需要拍这样的一套书籍哈 给大家来看看 考考给大家哈 嗯 嗯 走的最慢的动物 大家猜 走的最慢的动物 我 我让大家来 我让大家来打字 这不就是在滑水吗 对不对 来大家猜 走的最慢的动物 蜗牛 树懒 乌龟 嗯 蚂蚁 你太瞧不起蚂蚁了 蚂蚁按它的那个比例 走的可比人快多了 来哈 全世界4000多种 哺乳动物当中 走的最快的每小时 可以达到100千米以上 而走的最慢的 瘦类分布在每周 热带雨林当中的一种 三指树懒 是的 答树懒的朋友们 答对了啊 就是闪电 我 很 开心 是的啊 这是动物的 考了大家一个啊 咱再考一个别的啊 你看有没有意思哈 来 人类历史 嗯 不考这个 这个太简单了 嗯 考一个 来最早的照相机 来最早的照相机 给大家说哈 照相机呢是摄影的光学器械 发明了漫长的岁 13世纪的时候有了这个成像的暗箱 啊 13世纪也就是12XX年 那对应到中国应该就是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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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解决了 第一次有了闪光灯 你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咱们再考一个啊 嗯 特别有意思 嗯 额 额 接待游客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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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人猜对了哈 法国没错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 2019年接待的近9000万人次 截至2021年的7月份 法国有多酒店 多户外营地 多小吃店 和青年旅店 等等 法国位于哪哪哪 跟你讲丘陵 它的这个地理啊 然后它的怎么怎么玩 它的什么什么花枝都 你看 很有意思 来 最深的湖泊 大家猜 最深的湖泊 这应该知道吧 最深的湖泊 哎 北加尔湖是吧 没错 俄罗斯境内北加尔湖 全世界储藏淡水含量最多的湖泊 就是它 这一切数字 在大湖当中 它的面积啊 其实在全世界就是 第七 对不对 但是它的这个深度和淡水量 很厉害 占了全球的五分之一淡水 你想想 贝加尔湖 韩文老说贝加尔湖 是不是中国领土 我告诉你真不是 这不用 这不用纠结 真不是 元朝的时候 确实是 那那个地方也算是 元朝的领土 但是呢 它那个领土啊 跟今天的这个疆域 它不是一个概念 领土跟疆域 江域跟领土 这两个概念 对吧 那版图 咱现在叫版图 对吧 它是不一样的 汉朝的时候就更更不是 那块就是就是就是 无人管辖的 那么一个地方 来吧 这个世界之最啊 推荐给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去看 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书 你可以就先拿这个背后 先考自己 那世界之最 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高的城市是哪 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城市是哪 世界上最热的国家是哪 然后世界上最高的城市是哪 世界上最低的城市是哪 人口最多的国家是谁 语言最多的国家是谁 然后世界最大的这个国中国是谁 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是谁 最大的火火山是哪个 最深的海沟在哪 最高的冰川在哪 包括动物的植物的生物的全都有 刚才说迪拜对不对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新加坡 新加坡 来 最高的树是哪个树 树皮最厚的树是哪个树 哪种鹦鹉最稀有 什么东西的种子最小 寿命最长的植物是什么 然后人体最活跃的肌肉是哪块 诶 这个咱猜猜 人体活动最频繁的肌肉是哪一块 嗯 大家猜猜 嘴 舌头 嘴唇 拇指 你拇指天天动干嘛呢 人体最活跃的肌肉啊 有人猜对了 是眼部肌肉 每天活动超过十万次 对吧 那它比呼吸还多 看来 人体运动最快的肌肉是哪 大家来猜 人体运动最快啊 就是人体速度最快的肌肉啊 还是眼睛啊 对 还是眼睛 眼轮砸击 能在0.1秒内 闭合 好 这书卖完了 卖完了 谢谢大家支持啊 卖完了 来 接下来咱们看哪个 全球通史啊 拍完了带妈妈看 然后到时候这个 每天我们来考试啊 哪去了 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罪 讲完了 全球通史 全球通史在哪里 全球通史这个书啊 大家拍过的话 也是优先建议大家去看下册 这儿吗 没有 哦 在这儿 诶 这有一本吗 这是上册 下册呢 对 主要推荐大家去看下册哈 因为上册啊 可能没意思 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啥意思 古巴比伦 古埃及 可能大部分人对他没有什么兴趣 如果您对希腊罗马感兴趣 那看上册也行 包括中世纪 下册开始啊 就是这个文艺复兴 新航主开辟这段时间了哈 今天给大家上一个非常干的货哈 干到一比那啥的货哈 嗯 好的 给大家上一个大干货 这个全球通史呢 下册书如果您要是想看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 知识的框架才可以哈 我就先不拿那个写了 那个写完大家可能也看不太清 我拿这个来写哈 我们的马克本大家可以去拍一下啊 来 上一个特别干的干货哈 首先先记住哈 就是咱们学历史也好 它真的历史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 就跟你说哲学似的 对吧 你想吃什么这也是哲学 它是个特别大的概念 真正的历史你要细分啊 粗放的细分哈 什么什么经济史 什么政治史 什么文化史 咱们再往下说呢 特别庞大哈 这一切的一切 包括这个新航路开辟 这一切的一切 它的内在原因是这两个字哈 叫资蒙 我写资蒙 大家能理解这啥意思吗 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意思啊 一简简写哈 就是资蒙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多出这么几条线索来了 首先就是在经济领域 这个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比新航路开辟还要再早一点哈 哎呦不应该写全了 地儿不够了 不应该写全哈 那那那那今天讲不完啊 来 这个文艺复兴 那么文艺复兴呢 是属于文化艺术领域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还有啊原来是这场的水 你看你看 怪你吧 来往下呢就是这个新航路开辟啊 我这个就简写了哈 新开 新航路的开辟 而文艺复兴对新航路开辟有没有影响 当然是有影响的了 因为新航路的开辟里面也有冒险精神 人的这种价值的这种呃 就是发挥到极致的一种内在的潜力在里面推动着 文艺复兴就干这件事嘛 文艺复兴给大家讲过 他是为了干嘛 为了告诉大家人很重要 对不对 不是宗教 不是神 人很重要 人文主义啊 不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来 那再往下 新航路开辟之后 这个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西方跟我们的伟大民族复兴可不是一种路径 他们的路径 在今天用中国古老智慧来看 是特别特别单纯的 一种很二分法的那种感觉 就是非黑即白 对吧 就是殖民 那就是这种啊 我欺负弱者 就这种丛林法则 比较比较比较粗线条 啊 所以进行的叫什么呢 叫早期殖民 早期殖民 那么文艺复兴之后呢 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叫做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不写格字了 还写宗教改了啊 那么文艺复兴之后 为什么会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听过我讲过很多次 原来自营号也讲过啊 就是文艺复兴期间 大家还记得吗 他们在绘画作品当中 虽然依然在画很多那种宗教题材的绘画 但是那个绘画里面表现出什么呢 表现出 读懂名画的孩子那个书给弄到二三号连接 来 就是人们在当时呢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就是哎呀我要跟宗教挑衅一下 哎呀我要跟这个神挑衅一下 比如特别典型的一幅画哈 米开朗基罗在天顶画上画的那个上帝给亚当传智慧 还记得吗 当上帝跟人的指尖一触碰到 神就把智慧传递给了人 按理说应该谁更加主动 应该人更主动啊 但是画面当中你看到上帝很急切 对吧亚当是这么一个姿势 对不对 这明显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啊 这要是纯纯的中世纪 你敢画成这样 早给你考死了 对吧 所以那里边就其实已经蕴含了对上帝的这种 对宗教的这种啊 就是我试探一下 文艺复兴之后过了100多年 那15 那就是16世纪初嘛 马丁路德德国人啊 开始了宗教改革 贴出95条论纲 那么宗教改革之后 这个事还能往下再延一条线啊 咱先不写 那么早期殖民往后呢 就到了什么了 就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宗教改革改的早 等会儿啊 然后早期殖民完成的比较好 然后又受到文艺复兴影响 是谁呢 你看啊 具备了三个了 三个了 看啊 宗教改革改的又早 受文艺复兴的影响 因为文艺复兴很长嘛 文艺复兴是14到17世纪呢 那300年的时间 它是文化领域嘛 对吧 新航路开辟呢 是15世纪前后 然后宗教改革呢 是16世纪 早期殖民是15到18世纪 来到17世纪 算18吧 因为17 到18世纪中 中期 来 大家把这个时间节 给你卡在这儿了 咱们讲过 大长卷已经讲过了 讲好几次了 看啊 咱们这知识要开始收了啊 知识现在要往回收了啊 历史大长卷可讲过啊 没拍过大长卷呢 一定拍拍历史大长卷啊 这书 我一定要把它 讲到人人家里都有啊 来 这本书咱们一直在讲哪个国家呢 还记得吗 讲哪个国家 是不是英国和法国 对吧 来 英国跟法国的革命 大家还记得哪个更早吗 是英国啊 英国自然经济革命 今天还讲了的呢 我简写了啊 英国资格 英国自然经济革命是最早的啊 1640到1688嘛 所以这是几世纪啊 这是不是15世纪啊 不不不 这是不是17世纪啊 对吗 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英国也有宗教改革 对不对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亨利八世 那是 那是 那就是15几几年的事儿 而宗教改革更早的 马丁路德金他们也是15几几年 包括后来的瑞士的加尔文 然后呢文艺复兴 到17世纪都在影响着欧洲 文艺复兴期间 英国著名的人 大家能记住是谁吗 能想到吗 都认识四个字 四个字 大家把它打在评论区 有人要这大长卷 我谈一下 来 文艺复兴 真好莎士比亚呀 对不对 文艺复兴一直在弥散阶段 从欧洲大陆还影响到海外 英国就是嘛 莎士比亚也是英国人嘛 对不对 然后再有就是早期殖民 这点咱们讲的少 跟大家说一下 新航路开辟是西蒲两国干的 西班牙葡萄牙 但是呢 这个早期殖民最后的赢家 可不是西蒲 英国在1588年 我讲过那个人 叫德雷克 从皇家海盗 变成了皇家海军 被伊丽莎白女王 给授予歧视的那个人 就是他 爵士的那个人 就是他 1588年 英国击败了西班牙 无敌舰队 所以把西班牙干掉了 葡萄牙根本就不行嘛 然后呢 再往后 1588年就是16世纪嘛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 就是这个17世纪 三次英河战争 荷兰是输多赢少 这个输了两次 赢了一次 英国最终还是赢了 再往后 就是英法七年战争 英国又赢了 所以三场 把这个 就三个世纪啊 把这个 大量的这个 海上敌人 全部都击溃了 因为英国本身就是岛国 发现了吗 来 大家看啊 收网了哈 经济上 然后这个 文化上 对吧 文化上 然后宗教上 都扫清了束缚了 看到了吗 所以英国 为什么最早爆发自然一革命 大家现在理解了吗 这就叫思维导徒 理解了吗 好吧 来哈 当然这个不是完全的 英国不是就这仨原因 就自然一革命了 还有其他的啊 但咱们这个是 为了给大家能够更方便的去理解哈 咱们这么讲哈 然后再往后 英国革命给谁带来的启示 给法国带来的启示 所以这条线条要往上挪 英国这条线条哈 要往上挪 接着宗教改革的 叫启蒙运动 我们的官方教材呢 还管这件事叫理性之光 叫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 17到18世纪 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 我也给大家讲过 比如说福尔泰 听过吧 法国的这个福尔泰 然后包括卢梭 孟德斯鳩 还有后来德国的什么这个 这个康德 那吧都属于是 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 他们就是在干嘛了 在真真正正的提出如何推翻封建 如何递建新的秩序 如何递建新的政治体制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干的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最后影响了谁呢 影响了 这条线子还可以往后哈 来影响了 先是美国的独立 那美国独立 和法国大革命 影响了这两件事情 那么往下也是 早期殖民的时候 法国跟美国没有吃到特别多的这个福利 但是呢 美国也不需要去殖民 为啥 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把美洲给殖民了 对吧 他不需要再去海外了 这个大家应该能懂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 我没说错呀 我刚才口误了 说错啥了 我刚才哪个地方说错了 这千万不能给大家说错了 重新来一遍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 没错 德国马丁路德 来给大家来说一遍 一切一切的根 都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之后 我们可以分出几条线 从这现在大家应该能看懂了 这个颜色的笔 来给大家标一下 来 发现了吗 上边这一条线索是什么 是文化领域 文化宗教领域 而宗教这条线索是政治领域 你看都是革命嘛 对吧 然后下边这条线是经济领域 所以政经文 大家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 你要能学会学懂 你就得这样 得有这种框架才行 这个图可以画特别长 但今天这个第一本不够 第二没必要讲那么多 来 资本主义萌芽之后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呢 它是一个冒头的事 一个开始 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波澜壮阔 它主要就是在文化作品 艺术作品当中表达一些 对旧有的东西的一些批判和讽刺 水平并不高 但它毕竟是个0到1的过程 那么文艺复兴之后 里边的人文主义思想 鼓舞了很多人的冒险精神 所以星航路的开辟也发生了 当然星航路的开辟 还有其他的原因 文艺复兴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其他的 那么文艺复兴往后影响了宗教改革 人们开始直接的向宗教去开炮了 比如德国的马丁路德 比如说瑞士的加尔文 马丁路德金是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是马丁路德 这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马丁路德金是上个世纪的 但是马丁路德金因为崇拜马丁路德 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金就是他的名字 叫King 就是KNE KNG 然后马丁路德他进行了宗教改革 瑞士的加尔文也进行了宗教改革 英国的亨利巴士也进行了宗教改革 然后早期殖民在这个时候也进行 英国之后取得了成功 所以三个地方都满足到了英国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最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而英国的革命又影响了后来的启蒙运动 那么比如说洛克这些人物 他们提出的什么二权分立 都影响了启蒙运动时候的思想家 包括英国的君主力限制 也影响了刚才咱讲过的福尔泰 那么后来启蒙运动又影响了美国独立 跟法国的大革命 还有其他的咱们下次再说 好了 几点了 还有半个小时是吧 好 来接下来咱们全都同时啊 优先大家去建议去看这个下册 刚才我说的这部分的板块哈 这个书里肯定没有这个图 刚才我讲的那个是我们教学的时候 经常会用的图 但是这一块的革命大家可以在这个书里面 我给告诉大家在哪哈 在 哎 看一眼 这 对在这在第27章 大家到时候可以自己去看啊 我就不给你看目录了哈 看目录吧 买完之后 第27章 看到吧 政治革命的格局 英国革命 启蒙运动 美国革命 法国革命 看到吧 591 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啊 当然了 你一定要由我那张图去配 我那个图的肯定如果真的是 您如果真的是顶级专家学者一定看不上我讲这个 我绝对承认 因为我这就是一个初高中的水平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入门的一个 嗯 一个媒介 一个钥匙 好吧 那因为刚才那个思维导图的本来也不是说完整的 就能解释一切 那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一张图都给你解决呢 它就是一个框架 一个框架 就跟我们 对吧 得先长这个枝枝叶 然后才能长树嘛 对吧 然后全球通史 今天还剩下433单 那大家可以去这个拍一拍啊 然后呢 别着急 我们这几天都直播啊 然后明天这张图接着给大家来讲 好吧 这个是全球通史 还有433单 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我给它放到前面啊 不好意思 把余老师挡住了 你放心余老师不会介意的 哎呀 咱们没带个书利吗 这次真的是仓促 嗯 我们下次都会变得更好的啊 来下一本书咱们讲这个啊 王阳明是吗 嗯 王阳明呢 这书一共是五本 大家收到手之后五本哈 优先建议大家先把一二看了啊 因为第五本呢 是那个传习录 是王阳明当年的原著 那个可能很多人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啊 真看不懂 它那个里面是带着注释和翻译的 但你直接看那个也很难懂 因为必须你得先知道王阳明的生平 知道王阳明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们知道王阳明到底有哪些成绩 这些很重要 所以知情和疑王阳明推荐大家 家里有这么一套书 厚重感首先就特别的足啊 然后呢 优先看第一本跟第二本 第一本呢 就是讲王阳明这一生啊 非常有意思的 他的这个故事 比如他当年是怎么着 这个出生以后不会说话 改了名字就会说话了 他早年间叫王云 那吧 后来改了名字 据说当天就会说话了 当时都五岁了 不会说话 一改名就会说话了 然后呢 他怎么去这个格物置之 给字尔都格的差点死了 然后发现这个理学不对 后来去学了这个心学 万物不外求 内心反省即可 但是要本着治良知这个道路 然后再有呢 就是这个 他早年间是这个 在江西地区抓盗贼的 抓这个水贼什么的 然后后来还勤了这个宁王啊 平定了一场这个明朝 武宗时期的叛乱 然后到最后 那晚年就被直接封神了 这么一个人物啊 所以王云铭这一生 是很精彩的 波澜壮阔啊 是不是圣人 这个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观点 各有各的这个认知 但我觉得呢 今天啊 我们去神化这样的一位古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人物 他的这个时代就局限在那里了 就像我们今天 也会有我们的局限 没准再过千百年之后 会对今天的我们也是 觉得这儿不对那儿不对 这儿落后那儿落后 对吗 就像我们现在去看一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 你觉不觉得不好看 对吧 演的就像那个舞台剧似的 那没办 但那个年代的人 如果看那个的话 我天哪 对吧 你要承认这一点 所以尊重的同时 不代表就要神化它 我们后骨伯金和伯骨后金 都不是好的事情 有人问葛无直知什么意思 好那咱们就说一下 道理未必您不懂 什么叫格无直知 这个是儒家 儒家是一个大的范畴 这里边有一派叫做理学 从宋朝出现的 大家肯定听过一篇文章 叫艾连说 周敦仪写的 水露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烦 近台湾名夺爱菊 之出于泥而不染 卓向天而不妖 中通外之不满不知 相远一清停停止 可远光而不可卸完烟 这个东西在干嘛 就是格无直知 它在干嘛呢 它在格 那个莲花 格完之后 我们就要像莲花一样 中通外之 是吧 不慢不知 相远一清 停停静止 出于泥不染 就要干这个 以后我们做人 我们就要这样 但是你觉得今天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从其他领域 知道的一些人生道理 难道不能支撑我们生活吗 是不是未必啊 对不对 所以理学本身没有问题 很好 对吧 一个教你去 通过看万事万物 得到一些知识 得到一些这种 做人的这种 小的 气节 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 标准都很好 学大山一样 威鹅 学流水一样 不争 涓涓涓细流 学竹子一样 节节高 都很好 但是呢 理学后来走偏了 就变成束缚人思想了 就是我好像不格 我就不能成功 对吧 那就不行了 格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探求的意思嘛 所以后来王阳明呢 就信了心学了 心学也不是王阳明创的 南宋的时候呢 大家都熟的一个人啊 这不应该拿红色写人名字啊 南宋的时候呢 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叫朱熙 他就是理学的极大成者了 像大家熟悉的什么 三聪四则 南东女卑 就是朱熙提的 他就是理学嘛 但其实南宋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啊 叫做陆九渊 叫陆九渊 他呢就是心学这一派的人 当时王阳明 什么王阳明 当时朱熙跟陆九渊 在公元一二多少年了 我具体还真忘了 诶 一一一九七 具体我真忘了 叫俄胡之会 有兴趣可以去查查 朱熙带着自己的家人 然后陆九渊带着自己的弟弟 俄胡之会 俩人打辩论 到底是理学队还是心学队 俩人开始吵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那这种就辩论 除了朱子百家以后 那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里边啊 少有的一次学术辩论 最后俩人谁也没赢 那谁也没赢 俄胡之会嘛 对谁也没有赢 所以后来这个 王阳明早年间 他是明朝了嘛 这俩都是南宋嘛 王阳明是明朝 明朝中期 王阳明最开始也信理学 信朱熙 后来病了 隔了半天发现 没什么东西可隔的 我不隔我也懂 所以后来就信了心学 看了陆九渊之后 就信了心学 所以陆九渊后来就成了这个 不是 王阳明后来就成了 这个 心学的这种集大成者 如果大家听着累 太对了 一定多来我们的直播间 您多听 您就越来越会 能够跟得上这个节奏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确实不可能 完全照顾到每一个人 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而且我们是要过品的 我们要有速度的 我们从来不否认 我是在卖书的 我是要卖书 但是卖完书之后 我要给您讲 我们不是挣完你的钱 我们就跑了 不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 所以王阳明这书 大家可以去看 一定要去看 有用 但是不是您看了这个书 就保你 你看了王阳明 你就成功了 你看了王阳明 你就能挣多少钱 不是这样的 千万不要这样理解 就好像你报了一个班 你就一定能学会知识吗 不是吧 都上学了 怎么有的人是年纪第一 怎么有的人 就怎么学都学不会 可能是方法问题 可能是对方问题 可能是其他原因 道理是一样的 买书也一样 这种书在家里边要看 要读 但是没有人会给您许诺 您看了这个书 就一定能怎么着 这是我非常客观现实的 哪怕你不买这个书 我也要说这个话 给大家来说一下 但是真的很好 这个书真的很好 王阳明确实是一个 很值得尊重的人 在中国古代 那个封建王朝时代 能有这样的一个人 很了不起 《明朝那些事》 一共是十本 一共是十本 那么 我们在看这个 《明朝那些事》的时候 就完全是用戏谑的方式 轻松幽默 诙谐的方式 然后来给大家讲历史 我随便翻译 随便翻译 来念一段 黄太极 来 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人 都更甭提了 年龄小的不说 老头还不待见 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 而四大贝勒里边 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 没资格排除 莽古尔泰比较蠢 性格暴躁排除 能排上号的只有戴善和黄太极 但是戴善也有问题 生活作风 这个问题当然相当麻烦 据说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 戴善是聪明人 有这个前科 韩魏是不指望了 他相当困惹地表示 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 让黄太极干吧 于是在众人的推举之下 天启六年九月初 黄太极继承韩魏 天启年间 什么事啊 就是明朝当时第二个皇帝 做木匠活那个 就是天启 明西宗 他弟弟就是崇祯了 刚才这一段给大家讲一下 你就更能理解了哈 努尔哈赤呢 有多少个儿子 我还真忘了 反正当时啊 这个大清他们入关之前呢 有这么一个模式啊 叫义政王大臣会议 义政王大臣会议 啥意思就是 几大贝勒共义国政啊 他们不是这一人说了算的 大韩虽然是对比最高 但是几个人一块 那来这个明大事啊 一块来这个理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时这个努尔哈赤是清太祖嘛 他们入关之前嘛 有一个大儿子叫楚英 因为得罪努尔哈赤 这这老大 老大楚英就被杀了 所以老二戴善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这个老大了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啊 楚英被杀了 那因为这不听诺努尔哈赤的话 被杀了 老二戴善就变成老大了 然后阿敏 莽古尔泰和黄太极 四大贝勒共义国政 等于说当时虽然称帝就是称帝了 在沈阳嘛 已经称帝了 但是实际上是四个人一块说了算 黄太极只是地位稍高而已 那结果这个 这个事情一直流到康熙年间才解决 到康熙的时候 康熙皇帝就入关了嘛 康熙都入关以后第二个皇帝了 他后来用南书房 才完全把义政王大臣会议 在形式上给取代了 然后到了那个乾隆的时候 我没记错 这可能稍微有点含糊 可能到了乾隆的时候 才把这个职务彻底给弄没了 好像是哈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大清 他们入关之前的一点事情 而就在当时天启皇帝做木匠活的时候 这个军机处是雍正 军机处是雍正 乾隆初年就废了军机处 第二年又恢复了 他觉得还是好用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的 天启皇帝做木匠活的时候 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什么天启啊 天启的父亲是光宗太昌皇帝 太昌他爸 也就是天启的爷爷 就是万历皇帝 明神宗 在万历年间的时候 他天天在宫里边跟那 这个 跟大臣 因为立太子的事闹脾气嘛 在那个时候 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 就是诺尔哈赤领导的 就是后金嘛 明常来的事 推荐大家 有一套非常有意思 鲁迅代表作 这个就是 万历可不是木匠啊 天启皇帝才是木匠呢 万历不是 万历是喜好攒钱 然后不上朝 他是在位48年嘛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鲁迅先生 这是我无比尊重的作家 这个爱到不要不要的 鲁迅先生的作品啊 大家这个 可以闭眼拍 你家里有一套这个书 你首先就是 我跟你说非常功利性的事啊 就是充门面 对吧 当你家有这么一套书 摆在这 你未必都看过 鲁迅先生我那么喜欢 我也没把他作品都看了 我看的还都是那些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万历也不喜欢道教 万历是 天吶 大家买书吧 这几位朋友赶紧把这书买回去 那 逗曲曲的 是这个 那个 那个 宣宗 是明宣宗 朱瞻基 然后那个 刚才还说什么来的 还有一个说的是 不行 我必须把这问题给回答吧 这职业病 受不了 刚才还有一打什么来的 对 道教 道教是嘉靖皇帝 是明世宗 万历是喜好 攒钱 对吧 然后不上朝是因为跟大臣立太子的事 闹脾气 对 嘉靖是喜欢道教练丹那个 那几个朋友必须把这书买了 明朝哪些事 开玩笑 您不买没问题 来 鲁迅的代表作 这本书呢是非常非常有益 所将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来 这个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 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就学过故乡 对不对 只不过学的是润土的那个 那一小章节而已 但是其实到初高中的时候 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大量出现在这个 教材当中的 老有人说把鲁迅先生踢出小材 怎么可能啊我天哪 鲁迅先生让我说人家 我也不说人家是圣人啊 真真正正是先知 他能够见到的东西 真的是见人所未见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这套书籍啊 非常的好 尤其是《朝花夕时》这十篇文章 我几乎没事就会来读一读 然后再比如说那个祝福 祝福就是小说了嘛 上次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祝福 对不对 祥林嫂的悲剧 捐个门槛 他做错啥了 让他捐门槛让人踩 让人踏 然后孰性一世的罪孽 然后最后才能够去动那些 祭祀祖先那些器物 就非常悲剧嘛 然后他自己 孩子 这个被狼叼走了 丈夫死了两刃 就说她是个不祥的女人 然后很多人都跑过来 跟这个祥林嫂 哎呀你把你的故事给我讲一遍吧 你儿子怎么着呢 勾他的话让他讲一遍 然后大家最后磨磨眼了 哎呀真可怜走了 一次一次的去接祥林嫂的伤疤 一次一次的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 但是我就一定要 把祥林嫂亲自给我讲一遍 对吧 就这种非常可怕的人啊 非常非常可怕的人啊 这种我都觉得 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麻木了 对吧 而是一种可怕的人 一种可怕的社会 我觉得在祥林嫂这个故事里边 让我看到了什么叫痴人 什么叫封建的钢厂礼教 为什么要打倒这种旧社会 为什么要进步 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有人用作品去用文字 用这种能够留得下来的东西 你做一个演讲 他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留声机 没有人听就是文字 是当时能够传播的最广泛的东西了 在报纸上 在传单上 一定要看 时代的浩家 你不去看鲁迅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 已经好了多少了 你不去看鲁迅 你真的不知道 人性可以丑恶到什么程度 你不去看鲁迅 你真的不知道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 我们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方向去处理 你真的可以达到另外的一个维度 它或许依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但它至少不那么的可憎 不那么的可恶 鲁迅先生 时间不够哈 没法讲那么多啊 来 接下来咱们说哪个 俄尔古拿河 俄尔古拿河这书大家就直接闭眼拍就行了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 一定要去看一看 池子健老师啊 毛奖的获奖作品 家里有几本毛奖的书啊 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矛盾文学奖 现在书是烫印上去的啊 矛盾文学奖 这是全国最高的这个奖项了 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俄伦春人 俄文克俄伦春他们 在今天的这个边境地区啊 非常的贫瘠的地方 用这种原生态的方式 一路活到现在 只要现在他们也还在嘛 但是他们在近代 包括这个很多动荡的时期 他们经历的那些悲剧 没有说午夜就写死一个人 那夸张了 但是确实死了很多人啊 活下来的是少数 那包括这里边那个第一视角 那个老奶奶主人公 她本身她的丈夫啊 不想给大家说里边具体的内容 那也比较敏感 但是呢 非常的精彩 就薄薄的一本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放在床头 我估计一周就能读完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啊 这样一个故事 里边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一些温存的东西吧 你可能会很感谢自己现在生的这个地方 或许 或许 来 报效小谷文在哪呢 嗯 然后这里是中国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这里是中国呢 这个书呢 大家可以收藏着 那在我们的这个 呃 家里面摆着 然后送一个翻步道啊 这里是中国这本书呢 上册就非常的震撼 它是像 纪录片一样啊 去高清的照片啊 看我们的国家 看我们的山河 看我们这片壮美的国土 你今天可以非常自豪的说 我们的国土之上 拥有全世界所有的地形地貌 拥有所有的这种壮阔的 啊这样的地质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 你现在花钱买买不来的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 馈赠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地理 来自于气候 来自于这个地球 那么人类在自然面前一定要谦卑 人类在自然面前一定要 臣服啊 这是我个人啊 最近这几年的一个心得 那厉害的王侯将相 就像我们啊 咱们感叹的那些大江大河 然后去感赞美的那些漂亮的 这些景色 对于地球来说 它自己可以轻易的毁掉这一切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你认为的漂亮的什么什么 这个海洋 你认为巍峨的高山 地球它可以非常轻易的毁掉它 它自己想毁掉自己的时候 对吧 我们我们主观认为它有思想的时候 就可以轻易的毁掉它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 对地球 对大自然 一定要敬畏之心 而我们一切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这片土地 这颗星球赐予我们的 而这本书叫《这里是中国》 是让我们领略一下 我们自己这片土地之上 能够拥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的文化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 不一定非得来自于创造出什么 而大地本身留给你的东西 这本身就是一种自豪的媒介 那下册呢 就是讲这个工程建设更多一点 时间不够哈 就大家就自己先看吧 明后先给大家讲 来报效小古文 这本书呢 是这个 给你讲中国古代的文化常识的 在众多读物中 古文会有一种老大牙的感觉 教书先生 但是就是你不会读嘛 来咱们换一个方式哈 给大家找一个咱们比较熟悉的 来 孟周公 有一个教书先生 自己白天睡觉 却不允许学生打瞌睡 学生反问他 诡辩道 我梦中去见周公了 第二天白天 学生也效仿先生上课睡觉 大家都知道吧 你去跟周公下棋 这故事是从这来的嘛 是吧 然后 再比如说咱们找个 客套物事 见过特别客气的人吗 反正我遇到那种特别客气的人 我就害怕 非常很不适应 来 一个人急性子 一个人慢性子 两个人围炉烤火 急性子的 专心看书 离火太近 衣服被点着了 然后呢 慢性子的客气的说 刚才有一件事想告诉您 但是考虑到您天生性急 我担心您听了以后会发火 如果我不告诉您呢 那又对朋友不负责任 只能客套大度 绝不发怒 我才敢奉告 然后这人说有话快说 然后这个慢性子拱手的说 慢条思理说 您衣服烧着了 啊 您看我就说您急性子吧 你怎么不早说 好玩吧 所以这书就是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原文 历史的原文 可以看一下 旁边带着这个注释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翻译过来之后的 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就是换一种方式嘛 我们知识啊 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知识本身有多难 而是教你的人 又或者说是这个书怎么去给你设计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没有那种读教材的画风 非常有意思 一本小书 推荐给所有的成年人和上学的孩子都可以去看 书没有说非要分年龄年级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想看书 你什么都可以去看 报效小古文推荐给大家 我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给大家过一遍品 我又该去大号了 报效小古文推荐大家 不论什么年龄都可以去看一看 里面是这样的这个带着翻译带着漫画带着注释 然后还有这个有IV码大家看见了吧 是可以扫的啊 可以扫的看到了吧 有IV码啊 然后呢这里是中国这本书上下两册 上册呢可以说是一个不动的纪录片 非常壮美的照片 然后下册呢是伟大的工程建设 我们有时候需要让人有正能量 那么怎么去有正能量 太大的事咱们干不了 我们不可能像毕淑敏老师一样都去边疆 对不对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不能因为看了这个 这里是中国的下册书 我们内心当中会感谢很多人 给我们做的这些贡献 他们可能起得比我们还要早 我们早上可能6点钟起床 人家可能3点钟就起床 我们早上起来清洁的街道 是人家弄出来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可不可以多带一瓶牛奶送给一个环卫工人 我们可不可以多带一片暖宝宝 给一个这个站岗的保安 可不可以 对吧 就是物以善小而不为 然后如果是历史是一群喵 那推荐所有的小学生可以去看 成年人如果想用那种报效的方式去看这个历史的话 那么这书也是推荐的 非常好 现在出到第11本了 俄尔古纳河 这个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一定要看 家里面有这样的一本书薄薄的 可以充门面 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 逆境时候的一些能量 让我们感受一下 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地方 但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 同一片国土之上的人们 他们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他们的艰苦 比起我们来说 我们遇到那些困苦 可能真的不算什么 然后这个神奇的逻辑思维 特有意思这本书 大家 我强烈建议大家拍一下 你看 一个菠萝等于三苹果 两个菠萝等于三个哈米瓜 那所以问 一个哈米瓜的重量相当于几个苹果 你看 大家觉得应该等于几个苹果 咱们看一下 一个菠萝等于三个苹果 对吧 那就等于两个菠萝等于六个苹果 那么 同样也就等于是 两个菠萝等于三个哈米瓜 对不对 那么再把这两个等式连在一起 连立一下 那就是三个苹果等于两个菠萝等于三个哈米瓜 所以最后 一个哈米瓜等于两个苹果 对不对 你看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陪孩子们去玩一玩 它从入门片到基础片再到那个 那个高级片 应用片 非常有意思 全球通史 今天给大家呢 讲了一下这个思维导图 优先建议大家拍了全球通史的 一定要去看下册书 这个书给大家放在这 今天思维导图画的比较少 我们这还不太 准备的不太充分 大家希望能理解一下 明天正去找个大本 给大家画这个思维导图 这个没画完呢 然后希望能够大家喜欢看书 更喜欢这个文化 鲁迅先生的作品 我强烈建议 每个人家里都要有一套 尤其是像小朋友们 他们出高中都要学的 所以不得不看鲁迅先生 这个书呢 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先知 从呐喊到彷徨 从百草原到三位书屋 从日俄战争 再到腾野先生 再到起疑从文 这一切都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很多人说鲁迅先生是个喷子 我觉得这个 你如果是搞笑的话 我能接受啊 但如果你真的认为 鲁迅先生是个喷子的话 我觉得过于肤浅了吧 他是真真正正的放弃了自己 优渥的生活 在跟当时的政权作对 你能想象吗 当时北洋政府 鲁迅先生拿着北洋政府的钱 在跟北洋政府作对 你要知道他如果歌颂北洋政府的话 他会过得更好的 对吗 鲁迅先生官不大 有知道鲁迅先生是什么官的吗 所谓是官职哈 他是个教育部的牵士 相当于在今天 就是一个小触级干部 不算太大 小小的触级干部 你真的在中央这个领域里面 触级不算太大 对不对 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但是他真的是看到了很多这种社会的阴暗面 他自己真的明白 他是有世面的人 他见过有更大的视野 所以鲁迅先生里面那些文章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绝对不瞎说 我真的是会去看鲁迅先生的文章 也都是看过的 我很少去看鲁迅先生新的文章 现在我去看的都是他的旧文章 我曾经看过的文章 但我就老看那几篇 比如《祝福》 比如说《赵花西石》里面的几篇 比如《呐喊》里面的个别几篇 我老看这几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不能说背下来 但是都能够 这个就是 完全知道这个前后的这些顺序逻辑 然后包括里面一些能够感悟到的东西 其实该感悟的都感悟到了 毕竟这文章都一百年了 对吧 都分析差不多了 但就是去看一下 就好像我真的看一下之后 他就能够让我 杜一层金那种感觉似的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尤其是成年人 您会比孩子更容易理解鲁迅 小朋友为什么理解不了鲁迅 他没有经历呀 对吗 就跟李连杰说的话似的 你不去这个 上座所别忘了带纸 你不真的哪天忘带纸 跟策略给你晾半个小时 对吧 你腿都蹲麻了 你下次一定长记性 但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 你没谈过恋爱 你没有见过那些东西 很多东西在你脑子里就是理论 这本代表作里有《招华熙时》 这是鲁迅代表作 《招华熙时》就十篇文章 真要拿招华熙时做成一本书的话 也就这么薄 你能想象吗 哪有丹麦赛华熙时的呀 赛华熙时那个原著里边 就是十篇文章加一小叙 那你想能有多厚啊 所以都肯定是合集 明朝那些事儿 轻松幽默的方式 带你领略大明王朝 非常的有意思的一本书 十年的时间 这个畅销到现在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明朝那些事儿 然后想提升写作能力的孩子们 五六年级到初中看丁丽梅老师 然后呢 三到六年级赵立宏老师 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一二年级 丁丽梅老师 不是金波爷爷 抬杠的啊 二十年代重新装订的啊 就十篇文章 加一篇小叙 特别薄 如果单买赛华熙时特别薄 你但凡看到书面 赛华熙时 如果这么厚 那里边肯定不止赛华熙时 肯定把呐喊 或者彷徨里的文章加进去了啊 我们就是教这个的啊 这个专业领域 大家不用跟我们去抬杠啊 真的是这样 赛华熙时就十篇文章啊 来 名上 这个如果历史试询 瞄 一到十本已经有了 那已经有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第十一本 现在已经新出了 新出了 然后大家可以去拍 它里边呢 是漫画的形式啊 都是漫画的形式 在给大家讲历史 非常轻松 但是呢 它的这个旁边 这些都是历史的原文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 专家学者们写的这个书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给孩子们拍一拍 然后如果您就是成年人 我就想用轻松的方式去看历史 那这个书也很推荐啊 再有就是大长卷 这个是我最近 新给自己挖的坑 一定给大家这个 多科普啊 尤其是世界史的内容 这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 都是盲区 甭管出国旅游 还是真的聊点世界题材的话题 那吧 都是这个比较少的啊 那这个书推荐给大家啊 历史长卷 然后呢 中国卷跟世界卷 都是这种时间轴的形式 它是特别人性化的一点 就在于啊 它这个世界这个卷里边 它最下层这条线索也是中国啊 咱就比如说 今天讲的维多利亚女王 对吧 你看维多利亚女王啊 你往下拉 看是谁 对应的就是谁 易柱 易柱就是咸丰皇帝嘛 然后这儿是宰 宰宰就是同志 然后宰田就是光绪 但它这儿写的是慈禧和宰田 那很有意思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拍一拍这历史长卷 然后呢 今天咱们结合全球通史 结合历史长卷 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时间轴的这个事啊 大家到时候明天可以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间 给大家来看这个时间轴 让这些事情之间 您可能很熟悉的事情 但是并不知道它们的各种逻辑 我们通过这样的书 来给大家 通过这样的思维导图 来给大家 讲它背后的体系的东西啊 思考事业的孩子 还有事业之最 这些书呢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直播间 随便买两本 那这些书都很好 啊 这个事业之最呢 它里面有 就是所有的事业之最 植物的动物的生物的建筑的历史的 人文的 它很适合我们去敲开话题 也很适合我们去打开我们的视野 对吧 无论是跟孩子一起看 还是成年人 平时聊天 都可以用得着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拍一拍 然后 思考事业的孩子 这个呢 很适合大人先看 然后再带着孩子一起去看 思考事业的孩子 里面有很多问题很 很 很深刻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我们嫉妒了怎么办 我们 为什么要 这个 羡慕别人 我们为什么要讨好别人 我们要不要接受规则 规则到底是干嘛的 束缚我们的还是怎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成年人可能都还没有想明白 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们 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不说它就不存在 对不对 比如孩子到了一定年龄 他一定会对异性感兴趣 孩子到了一定年龄 他一定喜欢耍帅 一定喜欢打扮了 肯定的 那么 逃避 完全的遏制 有用吗 不如提前去商量一下 说一下 对不对 或许会好一点啊 这个新的书啊 这个报效小古文 很幽默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写真 有个画家专画人像 可每天生意惨淡 来找他画像的人 通常本人长成这样 然后画的怎么样 然后画成这样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呢 这就是原文 然后这是译文 这边还有注释 下边还有这个二维码可以去听书 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很有意思 好了 我们 寒仔 我们这个交班空间变小了 确实挺热的 你说的是对的 来给大家带一拨福利款 我们的马克尔笔 马克尔笔 然后洞洞笔 还有那个 这什么来的 中性笔啊 星座笔 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这很便宜啊 19块 8还是多少钱 不到20块钱啊 30根笔 再送20个笔心 12个笔心 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然后买那个历史长卷的 可以放心 这里边是有那个放大镜的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对吧 都很好的书 还有这《逻辑思维》这本书 最近两天卖得特别好 大家可以看看 不会后悔的 来 你先进去 好的